时光燃燃 明人跟着自来也离开村子修行已经两年半了 连第二次中人考试她都完全错过 这天 两人许久不见的身影终于出现在了木叶的大门口 出云子铁难道你们都不盘查一下的吗 而另一边 小英正前往大门为钢手取今天的通信记录 恰好碰上了木叶玩军团 三小只已经成为了合格的下人 大家没事做 那就一起去门口吧 不过不巧的是 他们往外走着 明人和自来也却正从另一条路往村子里走着 四人到门口之时 出云和紫帖让他们去集市上看看谁来了 会遇到有趣的事情 小英一下就想到了明人 此时明人将包扔下 爬上了电线杆 明人很兴奋 终于回到了这个熟悉的地方 当然也不是什么都没变 刚守婆婆的火影岩已经做好了 大家都长大了 这是全新的开始 小英和木叶玩跑回来了 两人第一时间就注意到了站在上面的明人 明人见到他们立刻跳下 小英很开心 两年都没见明人已经比她高了 不知不觉也壮事了很多呢 这直男言语直接让小英深受打击 自来也都看不下去了 一点都没得到她真传 也就这个时候 一抹惊奇落入自来也眼中 木叶的天才又多了一个 木叶玩得意地炫耀自己大成的四右手 不过明人竟然一反常态露出了大人的微笑 告诉木叶玩她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小英一脸花痴 看来明人成长得不只是外表 还有内心啊 这样的明人一定是带着一身很棒的新忍术回来的 明人果然帅不过三秒 一旁的自来也都被吓住了 这不是活脱脱的一个刚手二世吗 不过玩归玩闹归闹 回来的第一要务还是要去刚手那里报道的 明人得意地对刚手说自己这次修行变化可是很大的 修行成果显著 刚手给明人准备了一个男人 是不是显著就要靠这个男人来检测了 这时 首居夫妇开门进来了 小英立马告诉陆丸这个好消息 陆丸这才注意到了明人 没想到明人变化这么大 一时间也没找到合适的形容词来夸明人 而明人就知道在一旁傻笑 大家笑成一片 而自来也显得很心虚 这个时候明人突然恍然大悟 刚手说的那个男人是陆丸吗 不过陆丸一脸懵 他只是来送文件的 明人又看向了手鞠 难道那个男人是你吗 什么你看不出来吗 刚手看不下去了 他指着窗外 明人立刻打开窗户看去 他看见了卡卡西老师 突然他记起了带给卡卡西老师的礼物 没错 就是他带过笔的《亲热天堂》最新系列 卡卡西颤抖着捧驳这本圣经 是什么让他的反应如此激烈 旁边的自来也傲娇了 这里面的奥妙一般人可是无法抗拒的 卡卡西刚打开这本金色传说 不过刚手的话打断了他 叙旧的时间可到此结束了 明人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他的对手是卡卡西老师 不过准确地说 是小英和他的对手是卡卡西 刚手继续说明 他会根据这次两人的讨核情况 来决定他们以后的任务等级 明人自然是兴奋地迫不及待就要开始 不过卡卡西觉得明人才回来 肯定很累了 让他先好好休息一下 明人可是悬我小强 连忙表示自己精力十分充沛 不过卡卡西已经决定了 待会儿第三演习常见 卡卡西这么着急开溜 陆丸看透了真相 这下明人和小英也突然反应了过来 没想到他可爱的学生还不如一本书重要 而自来也则是一副本该如此的表情 既然还有时间的话 明人和小英决定一起讨论一下战术 废话不然呢 不过手拘脸皮薄 他可是因为中人考试才不得不来木页的 明人听到中人考试 不由地陷入了回忆 真的是十分怀念啊 突然陆丸想到明人的中人考试 问明人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陆丸告诉他 我们这一届没有成为中人的可就只有你了 陆丸继续说道 排名第一的宁刺可都是上人了 他指了指 旁边的这位 还有看酒狼同样也成为了上人 明人赶忙问 那我爱罗呢 对不住了兄弟 我已经先一步成为封影了 明人突然有些落寞 不过他立刻从这种情绪中摆脱了出来 因为总有一天他也会成为火影的 另一边 自来也找到了卡卡西 两人交流圣经的同事还分享了情报 他告诉卡卡西小组织最近要开始行动了 与此同时的沙影村一众高层正在开会 首先是负责教育的马基做了一下总结 这两年沙影学习木业教育方面的经验取得不错的成绩 能够参加中人考试的下人越来越多了 不过这是负责村房的尤良发言了 他听到了小组织开始行动的传言 小组织里面全是遭到各国通缉的S级判人 对于成员的话大家肯定很清楚 木业的羽质波一打气 物影鬼人干事鬼交 以及暗杀了四代封影的大蛇丸也在其中 不过他已经脱离了小组织 这些情报正是三人之一的自来也传过来的 尤良表示自己已经加强了村子的守卫 只要出现身穿红云黑袍的人者 他们就第一时间发动攻击 会议一直到结束 身为封影的我艾罗却始终一言不乏 这时走在路上的尤良突然出现了不对劲 他大脑中一个神秘的封印似乎被解开 同伴担心他的情况 可尤良表示没事 而此时距离沙影不远处的沙漠 两名穿着红云黑袍的人出现了 勾楼着的人正是鞋 而另一人正是井也一副一抹的亲哥哥迪达那 他们此行的目标正是一伟人助力而爱的 多么希望佐助最后回归沐叶的时候 第七班还能再来抢一次铃铛 弥补这次的抢铃铛大战佐助缺失的遗憾 此时沐叶村这里 明人和小英两人等了好久 终于等到了时到的卡卡西 理由嘛 还是万年不变的扶老婆不满路 随后 三人来到第三演习场 明人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 十分怀念 当初他们三小只就是一起在这里 正式得到卡卡西老师的任务 成为了合格的下容 不过现在却充满了伤感的氛围 卡卡西也感叹 那时候佐助也在呢 明人小英顿时陷入了伤心地 卡卡西干大了 看来佐助是两人的进局 卡卡西拿出了两个铃铛 明人小英立刻进入到状态 卡卡西解释 规则的话都清楚的吧 不抱着干掉我的决心是拿不到的 考核时间截止到明天日出为止 在此之前拿到铃铛就算合格 明人小英进入战斗状态 卡卡西不再拖大收起了圣经 而且她还把血轮炎也拿了出来 明显一副全力战斗的打算 旁边自来也和刚手他们也来观战 不等卡卡西行开始 明人率先扔出手里剑 发起进攻 卡卡西趴下躲过同样手里剑反击 明人跳起躲避 卡卡西抓住制空不能移动的机会 再次扔出手里剑 但这时明人竟然使用出了影分身借力躲过 落地瞬间影分身 还变成大手里剑准备甩向卡卡西 不过卡卡西已经近身摸到了明人的头 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真正的明人不知什么时候 出现在了卡卡西背后 苦无对准了卡卡西 这波操作让观战的刚手和自来也都感到惊艳 不过卡卡西这时却耍起来了 没有喊开始不算了 喷得一声卡卡西消失了 小英前看后看 左看右看都没有发现卡卡西的影子 这样的话那肯定就是在脚下 只见小英往地上砸了一拳 瞬间大地崩裂 把明人和卡卡西都吓出了反应 卡卡西看清了小英的手段 看来五代火影不仅传给他医疗忍术 就连怪力也一同传给他 这下不好好应付是不行的 卡卡西将战场转移到森林 明人和小英也追取 卡卡西隐秘了气息 不过还是被明人找到 两人对波一击都没有讨到好处 卡卡西决定要拿出真本身 忍者战术心得之一 体术 卡卡西快速冲向前 以明人缠斗 但明人不打算纠缠 直接翻身跳到树上 听体术的话小英比他更深 但卡卡西一点也不害怕 只要打不中 小英的怪力就对他没有威胁 明人发动影分身打算去摸 却被卡卡西三拳两脚弹掉 不过数量太多 卡卡西想转离开来 明人们紧追其后 忽然这时 真正的卡卡西出现在了三只明人对方 木叶引武叶出现 三人瞬间被卡卡西用绷带碰住 这正是小李的表年华 碰过一身 明人原地成渣 当然 这还是影分身 可惜了 卡卡西极限时刻一招猴子上述紧急躲 小英趁机补上一脚 同样没有打中 不过这时卡卡西却显现出疲态 不禁怀念起了以前 那时明明是自己完成千年杀的 那时还可以边看圣经边战断 这边明人依旧生龙波 直接拉出了明人军团 离三层外三层 这场景当年水墓应该很熟悉 不过数量优势对卡卡西可不明显 卡卡西动作灵敏 对明人一扎一个漏 小英看不下去了 干脆趁乱发动无差别攻击 卡卡西只能跳过躲地 看到这里自来野和钢手都很心愿 不过卡卡西依旧不慌 等到天黑之后她藏匿了起来 明人小英开始寻找 突然这时 身上扎满苦无的佐助出现在了两人面前 诉说着自己的惨状 小英和明人看不下去了 要骗人好得弄个大佐助人 这种幻术小英轻松破解 明人目不作声发动影分身开始搓完 小英准确说出了卡卡西的位置 明人果断出手 卡卡西依旧还是只能躲地 看来忍者战术心得之二的幻术是不本能 小英得意地说道 同样的亏我们才不吃第二次 不过这时明人看见了地上的人道 一定是卡卡西老师刚才躲地不及掉下 小英想阻止她却已经来不及了 果然明人就重复上当了 不过真的是这样吗 这时真正的明人已经从她的背后一拳推出 哼的一声打在了卡卡西身上 当然这也不是卡卡西的真事 这时明人找到了卡卡西的位置 他扔出了苦无逼出卡卡西 小英进身上前 卡卡西急忙躲开 不过这个小英是明人的影分身变的 等等 明人的影分身居然能现成小英 嘿嘿 真正的小英此刻从天而降 不过可惜的是还是被卡卡西躲开 不一会儿 大家已经打到了河边 老被追着打也不是神 卡卡西决定给两人 讲讲忍者战术心得之三的人数 看我单身30年的手速 火盾好火球之术 明人小英急忙躲开 不过还没反应过来的明人一只脚 已经被卡卡西拉着 土盾 心中斩首之术 明人被直接拉入地下 不过还是影分身 趁着卡卡西愣神的功夫 小英和明人快速冲过来 但卡卡西手速真的太快了 瞬间结硬结束 水盾水龙蛋 两人直接被大水冲得无影无踪 卡卡西也不轻松 他已经连续使用出了火盾土盾和水盾 另一边明人和小英感到相当难受 卡卡西老师有着堪比路完的智商 嗅觉比牙还灵敏 血轮掩用得比左竹还熟练 还有比小李更快的体数 完全是无从下手 突然明人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小英听完之后也不由地发出了赞叹 那就开始行动了 两人找到卡卡西之后直接冲了过去 不过卡卡西一点都不害怕 也太小瞧他了吧 就是这个时候 明人寄出杀手锏了 卡卡西下的最终的 卡卡西下的握住了耳朵 这波剧透他不接受 不过因为血轮眼的原因 连淳语他都能看懂 只好闭上了眼睛 最后考核结束 小英和明人的表现刚手十分满意 他决定让明人小英卡卡西三人 组成卡卡西班继续执行任务 不过这轮道明人不懂了 那不是没啥区别了 卡卡西解释 并不是以前的师徒关系 而是以同等的木叶忍者身份作为队友 这说明公子一样了 如果不是为了保护沙影村 你认为迪达拉能打败得了我艾罗吗 时间刚好是小英明人和卡卡西抢铃铛之时 在封杀之中 两名身穿红云黑袍的不速之客 来到了沙影村的外邦 守卫发现后第一时间就报告给了油梁队长 等些和迪达拉来到门口后 这里的战斗的确是结束 然而结局却是由梁将自己的守卫全部就地解决 他单膝下跪 迎接谢的到来 很难想象他之前还在沙影高层会议上 提议要严防小组织的入侵 原来他就是早年被些封印掉记忆 埋藏在沙影的棋子 在由梁的带领下 谢和迪达拉很轻松就进入了沙影村 迪达拉准备出手 他让自己的些老爷坐着看戏就行 随即他就从手中吐出一个口香糖 然后一捏变成了一只小小鸟 再结印 小鸟直接变成了大鸟 他打算骑着大鸟从村子上方发动攻击 狼大女 这个芸術的造型 嗯 我还没见过 迪达拉 迪达拉一飞冲天 杀铺我艾罗 这会是一个怎样的对手呢 不一会儿迪达拉来到了沙影中央上空 他用望远镜探查清了守卫的秦罗 什么嘛 就三个人啊 迪达拉悄悄扔出了三只小蜘蛛 自己得让这个村子变得更加有艺术性才行 就在这时 正无聊发呆看着窗外的我艾罗似乎发现了什么 夜幕降临 迪达拉准备开始动手了 他控制三只小蜘蛛悄悄找到了守卫 守卫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怪物 就已经被小蜘蛛抱住了 守卫直接被爆头了 迪达拉落地 轻松潜入成功 正当迪达拉得意的时候 封营我艾罗出现在了他的身前 这把迪达拉吓了一条 我艾罗已经开始帅得吊炸 迪达拉突然把手伸进了人巨带 我艾罗注意到了他的动作 一只杀手飞出 迪达拉跳开 空中的大鸟飞过来接住了他 带着他飞向了高空 我艾罗的沙子紧追起后 直到飞到了很高处 迪达拉眼看依旧还是摆脱不了纠缠 于是果断钻入了沙影村内部 打算依靠复杂的地形阻拦我艾罗的追击 但我艾罗切换成了两只手操控沙子 速度更快了 就像在抓鸭子一样 始终不曾追赶着迪达拉 迪达拉眼看实在难以避看 又再次飞向了高空 这次他打算把距离拉远 看我艾罗的沙子能飞多远 但我艾罗毫不犹豫 惊斗云来 沙子立马载着我艾罗也飞上了天 迪达拉惊呆了 这个人助力的能力还真是方便 两人空中对峙 迪达拉问我艾罗是怎么发现他的 他明明已经很隐蔽了 我艾罗冷冷回道 我们沙漠中可没你这种鸟 迪达拉明白了 这时杀影的一名守卫发现被杀死的守卫 他急忙将现状报告给坎九郎 另一边 先让尤良回去继续隐藏身份 而他则是一人留下来等迪达拉 等人是他这辈子最讨厌的事情 坎九郎立刻跑到办公室去找我艾罗 可是并没有看见我艾罗的踪影 这时沙影卡卡吸来汇报 风影好像正在天上和什么人战斗 坎九郎赶忙跑去 此时沙影的守卫已经全部掉动了起来 盯着天上的两人 迪达拉明白自己的隐秘行踪已经彻底报 不过他一点都不害怕 反正迟早都要交手了 现在正好 不用费事去找了 我艾罗双手一挥 无数的沙子从沙影村地上冲天而起 在半空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沙坡 随即又化成了一只巨大的守博手艺 抓向了迪达拉 迪达拉依旧还是选择逃跑 不过 他手中的口香糖已经嚼得差不多了 他甩手扔出了几只小鸟飞向了杀手 当即爆炸声在我艾罗耳边不断响起 我艾罗看明白了 这奇怪的爆炸物就是对方的攻击手段 不过迪达拉也大概知道了我艾罗的实力 他再次扔出两只小鸟 这次的鸟速度更快 直接对准了我艾罗 我艾罗想用手去抓 可小鸟速度太快根本抓不住 攀九郎大急 但我艾罗怎么可能会被炸死 他周身的沙子形成了一个球形防御壳 并且他的第三只眼也出现了 这操作让迪达拉又惊呆了 迪达拉反应过来时已经被我艾罗的沙父劳困住 沙暴天星出现 迪达拉被困其中 下面的杀银忍者非常高兴 不过此时的我艾罗并没有放松防备 他依旧一脸凝重 突然 沙暴天星被迪达拉炸出了一个大洞 并从中逃出 但我艾罗当然不会任他逃走 他挥动杀手抓住迪达拉将他再次扔了回去 紧要关头迪达拉扔出一只小鸟 小鸟变成猫头鹰带着他逃走 不过我艾罗的沙臂依旧才能起荒 沙雕大战继续上演 迪达拉在上方拼命逃跑 我艾罗不断抓来抓去 这次我艾罗的沙子速度更快 忽然迪达拉的左手就被沙子缠上 我艾罗左手抬起 沙子越缠越多 迪达拉扔出粘土的功效炸掉沙子 可沙臂却是毫发无伤 这下迪达拉的整只手臂直接被捏损 可小迪真难忍 虽然冷汗直流 但就是一身不坑继续逃窜 最后索性干脆直接扯动了主意 摆脱沙子的缠绕 虽然痛势一臂 但迪达拉已经看出了我艾罗的一些情况 他应该有两种沙子 之前包围他的沙铺是普通的沙子 而扯断他手臂和能快速形成防御的是又快又快的沙子 迪达拉看不觉 果然我艾罗的绝对防御已经露出了一个很大的缺口 迪达拉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人巨带 他的粘土已经不多了 出发前他小看了对手没准备太多 现在他只剩下一个追击弹和一个杀手锏了 这样的话那就毁掉整个村子吧 而此时下方观战的马基对勘九郎开口 他认为我艾罗将绝对防御的沙子都用手 说明这次的敌人非常棘手 所以应该提前做好我艾罗失控暴走的打算 做好防御 不过勘九郎却十分肯定我艾罗绝对是不会暴走的 更不会伤害村子里的人 为什么勘九郎这么肯定呢 那是因为之前他就劝过我艾罗 让他不要出任封影 但是我艾罗拒绝了 他想做出改变 去获得村民们的认可 他不想再让村子里的人一直将自己当成怪物而害怕自己 他想像名人那样 作为保护沙影村的一名忍者 以封影作为自己的目标 这样他才能和村子里的人紧密联系在一起 不再是孤独一人 而这些都是名人教会他的 听到勘九郎这么保证 马基也决定相信我艾罗 他下令全员进入战斗状态 而此时迪达拉已经想好了对付我艾罗的方法 他将自己最后的杀手锏扔了出去 轰的一身变成了一颗小男孩 马基立刻意识到不妙 立马让所有人撤退 可是已经太迟了 小男孩在宫中直接化成了巨大的爆炸 这一刻 整个沙影村都被一片金色的光芒笼藏 不够光芒与烟雾散开之后 却是一片遮天的沙壁出现在了村子的上方 是我艾罗以一己之力扛下了这一击 这可把他累得不轻 一只小鸟突然出现在了我艾罗眼前 随着迪达拉一声暴动 所有人都被震惊了 还好有烟雾伤 我艾罗在紧要关头用绝对防御挡住了爆炸 不过迪达拉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这和他的猜想完全一致 突然绝对防御之内我艾罗似乎发现了什么东西 原来之前迪达拉的手臂并不是白断的 他趁机将黏土炸弹混进了我艾罗的绝对防御沙子中 只等他将这部分沙子收回身边 我艾罗的绝对防御内发出了一声闷响 下方的杀人们都感觉到了不妙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这时我艾罗的绝对防御开始慢慢脱落了 迪达拉在一旁静静地等待回收尾兽 头下小男孩炸弹 和最后的追击弹都是为了吸引我艾罗的注意力 真正的杀手锏才是混入他沙子中的小蜘蛛炸弹 不过到这里 迪达拉的黏土已经全部用完 不一会儿我艾罗的本体出现了 他紧闭双眼脸上布满了猎物 迪达拉飞过去准备就要带走他 不过这时我艾罗突然睁眼了 小迪被吓得立马后撤 然而我艾罗并没有打算去攻击他 而是尽力将覆盖在村子上方的沙壁一开 迪达拉看明白了 不愧是封影 即使是自己受伤也不愿意伤害村子 大家都明白了我艾罗的用意 马基立刻下令对迪达拉发动攻击 掩护我艾罗 沙影纷纷朝天射箭 面对这种攻击迪达拉完全是不屑一步 不过迪达拉没想到的是 这些箭的后面居然都绑上了几包子 吓得迪达拉只能拼命驳神 我艾罗趁机继续转移沙子 然而等沙子全部转移完之后 我艾罗陷入了昏迷 他的查克拉已经完全耗尽了 看九郎冲向前想救回我艾罗 但迪达拉的速度更慢 还没等我艾罗落地就被他接住带走了 总的来说 如果这场战斗我艾罗打的不是守卫战 那么他未必会输 甚至说不定还能将迪达拉留下 迪达拉只要用完粘土炸弹 就会变成没了牙的小猫 失去战斗能力 而且最后我艾罗如果不拼命 要将那片沙皮移开 他也不至于陷入昏迷被迪达拉带走 但他早已将自己的安危置身事外 谨守封隐的职责 为了保护大家甘愿牺牲自己 所谓古有班门弄斧 经有些前耍偶 看九郎将被些抓住的乌鸦解体摆脱控制 随后再次操控他攻击迪达拉 然而依旧还是被歇一尾巴扫飞 他催促迪达拉赶紧走 别在这里碍事 看九郎还想阻拦 可是却被歇甩尾拦下 飞走的迪达拉开始为看九郎怒爱了 今天遇见谢大哥算是你三生不幸了 不过看九郎没有半点害怕的感觉 他要让歇瞧瞧他的傀儡眼具 在看九郎眼花缭乱的手法之下 乌鸦和山蛟鱼开始围着歇飞速转圈 突然乌鸦发起了攻击 歇瞬间挡下 不过看九郎真正的杀招却是弟弟突然钻出的黑翼 直接将歇顶飞到了半空 随即黑翼打开了腹部的机关 将落下的歇关入其中 呵呵 不知道刚才黑翼突然消失了吧 看九郎趁热打平 黑匿迹击一发 乌鸦变成的力量全部插入了黑翼 可结果真的是这样吗 只见黑翼身上流出了沙子 看九郎感到了不妙 他立刻将黑翼打开 没想到刚才自己杀死的只是一具杀分身 此刻真正的歇已经从他身后的沙子中冒了出来 看九郎立刻操控乌鸦发动袭击 可歇只是简单横移就躲开了他的毒针攻击 看九郎继续攻击 可依旧没有效果 他非常不解 为什么眼前之人对他的动作竟然掌握得如此精确 甚至连位置都没动一下就破解了他所有的出招 看九郎不信邪 操控乌鸦黑匿再次围着蝎转圈去 并趁机放出了毒物袋 然而毒物散开 蝎连半步都没有动物 依旧安然无恙 看九郎再次目瞪狗呆 不过蝎却不打算继续玩下去 因为再让人等他可就违反了他的规矩 蝎猛然发起攻击 看九郎果断使用山蕉鱼进行防御 一下子就弹飞蝎的攻击 看九郎非常得意 他的山蕉鱼可是连数万吨巨石砸下来都能扛住 如此一来 蝎根本不可能伤得了他 不过蝎却开口了 那个傀儡的防御等级确实是最高的 但是并非没有弱点 蝎再次发动攻击 山蕉鱼的盾牌被他轻松卸下 看九郎还没来得及震惊 只能跳起躲避攻击 没了山蕉鱼的防御 看九郎一下子就被蝎的蝎刺转 蝎告诉看九郎 在墙的傀儡 只要是活动的关节处都会是薄弱的步 下面让我来直接了解你们 看九郎不幸邪再次操控乌鸦攻击 可他射出的苦 毒针全都被蝎轻松抵挡 看九郎这回是彻底方了 为什么对方连他的出招顺序都了如指掌 蝎表示早就将他的傀儡把戏全部看穿了 随即蝎挥动蝎吻 看九郎的三个宝贝傀儡当场到 看九郎终于明白了 对方就是二十多年前从杀影离开的天才傀儡造型师 赤杀之险 看九郎之问邪 明明当年就离开了村子 如今又回来做什么 可些觉得一个必死之人没必要再问什么问题 这时看九郎突然倒地不起 原来刚才他被蝎尾击中的时候就中毒了 蝎准备立刻解决掉他结束战斗 然而紧急关头 看九郎勉强操控黑椅的头撞飞了蝎的尾弹 最后拼尽全力终于伤到了蝎一根毫毛 蝎不由得有些惊讶 既然你想活着的欲望这么强烈 那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不过你中的读不出三日就会要了你的命 为了保护村子 陷入昏迷的风营 我艾罗被迪达拉抓住了 下面的人想要发动攻击阻止迪达拉离开 可又怕误伤我艾罗 只能眼睁睁看着我艾罗被带走 但是看九郎看着自己的弟弟就这样被人带走 怎么可能做事不管 他毫不犹豫追了上去 马基之前就怀疑对手不是一个人 提醒他恐怕前面有埋伏 可看九郎觉得再磨蹭对方就要跑远了 晚不了这么多了 这个时候迪达拉和蝎已经在沙影外面会 两人慢悠悠往沙影相反的方向离去 没过一会儿看九郎带着增援部队就赶到了村口 不过他感觉到了不对劲 这里明明被加强了看守 可为什么敌人都打进来了这里还这么安静呢 众人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峡谷 这时他们才发现 守卫竟然全部被干掉了 看九郎检查之后发现这些人并不是刚被杀的 看样子应该在我艾罗战斗之前就已经被干掉了 这些可都是沙影安部的精锐啊 是谁能悄无声息干掉他们呢 看九郎怀疑是出了内鬼 可在我艾罗上任之前他就做过仔细调查 那时间想太多他带着几人继续展开追击 突然这个时候有个倒地的伤员动了一下 一人立马上前就有 看九郎刚想提醒小心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伤员身上绑了起暴风 同一时间整个山谷都发生了爆炸 巨石崩塌不断砸下 怪不得先和迪达拉走得这么从容 原来他们早就留下了后手 这时马迹慌忙带着人赶了过来 看着眼前这一幕 之前追击的人怕是已经原地立斐了 突然看九郎从坍塌的石块上出现 虽然他没事 可也只是在紧要关头就下了两天 看九郎将伤员交给马基 他还要继续去追回我艾罗 马基知道自己阻止不了他 只能提醒他千万小心 做好跟踪就行 千万不要出手 他会整顿大军随后赶去支援 看九郎来到村子外面 可些早就提前在这里做足了准备 弄出了很多条行走的印记 看九郎一时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追 不过他突然发现了地上颜色不一样的沙子 这很明显就是我艾罗身上的沙子 原来昏迷的我艾罗都帅得吊炸 这是些和迪达拉完全没料到的 看九郎毫不犹豫沿着这条痕迹追去 回来的马基没有闲的 他立刻做出了安排 一边调动部队前往支援看九郎 一边同时向木叶发去紧急求援 第二天木叶村这边 手具一大早收拾好 整装待发 他准备就要回沙影村了 不过刚走到木叶大门口这 就在拐角处遇到了陆湾 显然这家伙还没睡醒就在这里等着他了 陆湾这么聪明的人都用这种朴实的方式追女孩 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吗 陆湾想约手具一起吃个早饭 下次见面可就要等到中人考试的时候 不过手具想早点回到村子 陆湾也不再好挽留 分别之际 手具劝陆湾 你也快点成为上人吧 少说几句真麻烦 陆湾听后只能无奈挠挠头 手具走了 此时的他虽然还不知道自己的弟弟已经被抓走了 却感受到了一种不安的情绪 不知不觉回村的脚步又加快了几分 另一边 就在我艾罗脸上的扎块掉完的时候 贪九郎终于看见了迪达拉和蝎的身影 他让两人把我艾罗还回来 蝎看见他之后让迪达拉先走 他留下来断后 贪九郎虽然没见过蝎 可他丝毫不敢拖大 毫不犹豫亮出了自己的最强底牌 接连召唤了三只傀儡 乌鸦 黑影 山椒鱼 接下来就让你们见识一下傀儡大师的战斗 迪达拉看见这阵仗突然笑了 那大哥我就先走了 贪九郎迪达拉想了乌鸦拦截迪达拉 可是却被些瞬间抓住 所谓骨有班门弄斧 竟有些钱耍偶就是这样 突然迪达拉想起了贪九郎 第七班新的队型已经确定 那就是卡卡西小英名人 三人以同等实力的身份作为队友执行任务 不再是以前的师徒关系了 名人十分得意 说不定他已经比卡卡西老师强了 不过学会新人数的可不只有名人和小英 卡卡西表示自己还很年轻 他也开发出了新人数 说着就打算展示一下 不过名人的肚子突然饿了 完全没听卡卡西在说什么 带着小英就朝着一乐面往跑去 把卡卡西扔在了原地 明人小英正吵着要让卡卡西请客 不过卡卡西随便找了个借口碰的一声 就从大街上消失了 那什么意思 那这就好了 但全都会吃饭 只要拉面带半分都会出现 明人一个人来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拉面店 而小英则是因为他不请客跑到丸子店去了 这时一鲁卡找了过来 果然和他想的一样 明人一定会在这里 一鲁卡想和明人叙叙酒 今天他请客 明人一下子就后悔没把小英带来了 看着长大的明人 一鲁卡一时间感慨良多 一乐大叔也很高兴 今天特意为他制作了一碗超级大碗加加加拉面 明人忍不住大快度 明人突然说自己有点不满 一乐大叔气得差点就睁开了眼睛 好久不见 你小子是想找茬吗 明人赶紧解释 不是拉面的事 是因为他看见身边的小伙伴都已经成为中忍上忍了 而他自己还是吓人 不免有些失落 更气人的是 我艾罗都当上风影了 这咋比 不过明人一下子又恢复了斗志 接下来他一定会更加努力 一鲁卡看着他一脸欣慰 明人还是之前那个不服输的明人 吃饱喝足后 明人终于回到了久违的屋子 离开了两年半 因为没人打理已经是满屋的灰尘 明人拿起以前第七般的合影 慢慢将他擦干净 看着佐柱 他暗暗发誓一定会将他带回来的 第二天一大早卡卡西小队集合 今天他们将迎来首次任务 因为明人被小组织盯上的原因 刚手只能给他安排最为安全的C级任务 不过明人可不管 这是在看不起我的实力吗 他忍不住冲刚手大吵了起来 也只有明人敢这么惹刚手了 小鹰急忙按住明人的头 师傅的可怕他是深有体会的 突然之时 沙影八百里加急的求救信 终于送了刚手就 信里的内容让刚手非常震惊 沙影村封营我艾罗被小组织抓走了 情况紧急 刚手当场更改了第七班的任务内容 让他们立刻前往沙影村进行支援 与此同时 还在呼呼大睡的自来爷 也收到了传心蛙带来的信息 此时卡卡西小队已经在村口整装待发了 自来爷这时急急忙忙找怪 告诉刚手沙影村出大事 刚手翻了个白眼 我人都安排好了 你用的是两句网吗 明人一脸得意 自来爷提醒刚手明人也是小组织的目标 然而刚手觉得眼下事态紧急 重新安排人就来不及了 自来爷只好将明人拉到一边 告诉他一定不要沉默 尤其不要动用那股力量 但明人还是那个急脾气 既然小组织要找他麻烦 为什么他就不能先杀过去 自己这徒弟的性子自来也是非常了解的 劝了也没用 他只好叮嘱卡卡西 一定要看紧明人 就这样 卡卡西小队出发了 此时沙影村的内部高层紧急召开会议 这帮人已经在讨论新风影的人选了 真是一点都不着急就回我爱慕 另一边 马吉派出的追击小队发现了 完全失去意识的看酒囊并将他带回 不过谢的踪迹他们并没有发现 此时的谢解决掉追兵后 已经和迪达拉会合了 两人带着任务目标继续前行 不过这是迪达拉的目标 谢的目标还没有消息 他打算要是实在找不到 干脆到事后就随便抓个人助力交差 此时 木叶卡卡西小队正火速赶路 他们在路上遇到了守居 之前守居一路上就感觉到一种不安的情绪 得知我艾罗出事后 他立刻和三人结伴飞奔向沙影村 沙影村这边 看酒狼被送到了医院 可一众医生却是束手无策 看酒狼中的毒他们没法解 只能为他做些简单的包扎厨 眼睁睁看着他饱受煎熬 好不容易恢复了一些意识 看酒狼也只是说出了几个字 赤沙之险 随即又陷入了昏迷中 马吉听后一脸凝重 他立刻想起了谢的奶奶千代婆 虽然他和他的弟弟还老藏 已经退隐山林不再不问杀影事 不过涉及到歇的事 马吉还是打算去请他出山 千代婆婆如今已经73岁 可依然还是个逗逼 经常装死逗自己的弟弟 喂 姊姊 啊 死了吗 不过谁曾料 这竟然就是最后一次了 不一会儿 马吉找来了 他劝说千代婆婆出来主持大局 封颖被抓 现在村子上下一片混乱 可千代婆婆早已对这些事提不起兴趣 他年事已高不想掺和 如今半截身子已经埋进土里的他 唯一的念想也就是见一下他那早已一村多年的孙子 那就正好了 先加入了小组织 这次参与抓走封颖的其中一人就是他 看酒狼正式中了他的毒 听到孙子的消息 千代婆婆立刻来了兴致 他立刻跟着马吉来到了医院查看看酒狼的伤势 千代一眼就看出了这种只下毒不补刀的做法 确实是他孙子的风格 看来他对自己的毒相当自信 千代婆婆了解完情况后开始尝试制作解毒剂 但显然并不顺利 还老脏见状 问起了马吉是否还有其他办法 马吉如实回答 木叶已经派出一支特别小队赶来支援了 千代一听就很不高兴 自己不好好培养后辈 把提高自身实力作为第一位 关键时刻还要依赖外人的力量 鸿蒙这种关系终归是靠不住的 估计这个时候木叶也就只会派出几个没用的小杂兵来走走过场吧 不过这时的千代可不知道 刚手可是把木叶未来的六代 七代都派出来了 后面还有凯皇 此时的杂鱼们稍作休息 准备就接着赶路 他们离沙影村越来越近 不过依然还需要一天的路程 千代婆婆这里 他继续尝试为看酒狼解毒 可是卸下的毒他之前从来没见过 尝试了多种方法依旧无法破解 最后他也只能无奈地承认 自己也拿这种毒没有办法 现在看看酒狼这个样子 应该是只能再撑一天了 如今能救他的 可能也只有木叶村的刚手 千代婆婆回忆起 当年杀影和木叶交战的时候 刚手就将他下的毒全部破解了 刚手的解毒能力完全在他之上 所以他想将刚手请过来帮忙 不过马基觉得现在人家都是活影了 应该不大可能随意离开村子 而且就算他愿意来 也要三天时间才能从木叶赶到这里 千代婆婆突然又改变脸色 他才不稀罕呢 说自己本来就不喜欢那个玩破鱼的女人 这边刚说完刚手的坏话 刚手这里就感应到了 然后发现自己的茶杯居然裂了 感觉有什么不祥之招 刚手赶紧拉开抽屉拿出了一张彩票 果然中奖了 对于刚手来说 每次运气好的时候就不会有什么好事 所以他有点不放心卡卡西几人 又追派了木叶战力最强的凯班前去增援沙影 而沙影这边 贪酒狼的情况越来越不好 沙影一众医疗忍者唯一能做的 也就只有为他注射止痛击 延缓他的痛苦 然后祈祷木叶支援的队伍中能有精通医疗忍者 不过此刻的卡卡西几人运气不太好 他们在沙漠中遇到了风沙 只能暂时躲在一个山洞中 而最坏的结果 可能是要等上好几天风沙才会过去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勘酒狼与精灵悬一闲 与之拨班用外道魔像封印九只尾兽 只需要一秒 然而 前期小组织只封印一只尾兽 就需要九人连续施法三天三夜 而且还是封印最弱的一物 此时迪达拉和蝎已经将我艾罗带到了他们的移除秘密基地 佩恩已经等不及了 确认无误之后 他立刻结印召唤出了外道魔像 蝎和迪达拉联盟 扑帽致敬 紧接着佩恩跳到外道魔像的手指上 下令所有人集合 不过现场除了蝎和迪达拉式实体之外 其他人全部都是投影过来的 他们都是通过戒指连接投影的一样 这是佩恩的独家技术 投影过来的美人都是五彩斑斓 一会儿他们还要通过戒指 传送查克拉封印一会儿 整个过程他们需要持续三天三夜施法 期间本体还需要保持不动 佩恩提醒所有人注意本体安全 同时吩咐决动用本体最大范围 监视外面的动静 十根手指只占了九人 这是因为少了一个大手腕 准备妥当之后 九人齐齐结了一个印 顿时轻光泛起 外道魔像张开了走法 外道魔像的嘴中吐出了九条查克拉罗 他们直扑躺在地上的我艾罗 与此同时卡卡西班快马加鞭下 终于赶到了杀影村 可刚照面迎接他们的 居然是千代婆婆的飞腿 名人急忙发动影分身 接下了千代一拳 一个影分身被千代一脚踢爆 随后另一拳也被名人接了下来 最后她将千代顶退数百米 名人没想到这个皱巴巴的老太婆 实力居然这么强 而千代婆婆则是一直在嘀咕着 该死的木叶白牙 她要为儿子报仇 卡卡西连忙解释 自己并不是木叶白牙 卡卡西可能怎么都没想明白 她只露出了一只眼睛 对方怎么就发现她像木叶白牙了呢 千代婆婆有些不相信 还老藏拦住了她 告诉她再仔细看看 虽然长得像木叶白牙 可她并不是那人 这时病床上昏迷的看酒廊 忽然疼痛男人 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小鹰见状立刻砸起头发 准备为她解毒 她让闲杂人等全部先出去 千代婆婆看了看她 面露质疑 不过她还是一起跟着出去了 而此刻的小鹰完全沉浸在了医生的角色之中 她对看酒狼的身体 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很快就知道了看酒狼中的毒 这是一种会溶解心脏肌肉的毒 看酒狼现在的情况非常危险 小鹰让杀人们找来她所需要的药物 随即让其他人笨住看酒狼 她要进行一个非常精密的手术 只见小鹰将手伸进药水中 拉出一个泡泡 然后按在了看酒狼胸前 渗透进她的心脏处 将她心脏处的毒素 从细胞中剥离出来 这套手法惊呆了沙影村的医人们 治疗还在继续 小鹰一遍又一遍为看酒狼清理毒素 这时外面坐在长椅上 等待的名人哪壶不开提哪壶 她突然问卡卡西 刚才千代婆婆提到的木叶白牙是谁 卡卡西尴尬了 又不好撒谎 只好告诉名人木叶白牙 其实就是她的父亲 这话让千代婆婆震惊地张大了嘴 海老藏也感叹 怪不得长得这么像 卡卡西一阵尬笑 手术适中 小鹰一连持续好几个小时 终于将看酒狼体内的毒素清理干净 连手鞠都累的瘫坐在地上 看酒狼算是保住小命了 小鹰继续有条不紊的讲解 后续的治疗过程 她还需要配置解毒剂 彻底跟除看酒狼体内的残余毒素 这认真专业的模样 把名人洞迷带住 千代看着小鹰 觉得她这模样和钢手很像 小鹰害羞地说道 钢手正是她的师父 千代婆婆有些感叹 自己不得不服老了 就在这时 火影钢手又追派了凯班赶来增援 已经在路上了 名人一听 已经成为了上远的盲刺要来 立刻就激动了 她想展示一下自己的进步 当即就要去追击小组织 卡卡西想问马基小组织的踪迹 可马基尴尬的解释 他们跟丢了敌人 不过这时看酒狼醒来了 她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告诉了众人 并且她在倒下之前 控制傀儡 悄悄取得了些的一片衣服碎片 可以通过气味追踪 卡卡西当即召唤出了汪汪队 汪汪队们闻过衣服碎片之后 立即就出发追踪 只等狗狗们找到敌人 众人就可以出发了 小鹰这边 她已经治好了解毒剂 看酒狼喝下之后 果然气色好了很多 她看着名人 想起了之前 我艾罗在救人封影前 对她说过的那份话 正是因为名人改变了我艾罗 没过多久 帕克凭借出色的侦查能力 找到了小组织的踪迹 确认我艾罗的气味也在这里 她立刻返回 将信息带给卡卡西 此时河对面山洞里 我艾罗身体内的尾兽查克拉 正被慢慢抽出 整个人发出阵阵惨叫 场面显得十分凄惨 而沙影村这边的救援队伍 还在等着狗狗们的消息 这时千代婆婆 拿着钥匙走进了密室 她打开了尘封已久的 两个卷轴 这里面封印着她所有的傀儡 原本已经退隐的她 以为不会再需要他们了 可如今要与自己的孙子 兵戎相见 她决定将他们都带上 她的孙子 可是比她还优秀的傀儡师 用这些傀儡与她对战 这也是一种缘分 千代已经做出了面对些的决断 另一边 帕克很快就将小组织的线索 报告给了卡卡西 救援队伍整装待发 首居也准备带上几名精锐参与救援 砍九郎也想跟着去 但首居让她不要逞强 并告诉她 自己一定会将我埃罗平安带回来的 不过在大家准备出发的时候 当年干掉了疾风的马鸡 突然出现拦住了几人 她传达了杀影高层们的命令 需要首居待在村子里镇守村子 因为如果封印被抓的消息被传开的话 沙影随时有可能会遭到敌人的袭击 面对首居的灵魂质问 马金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不过这时千代婆婆出现了 她告诉首居 就由她代替她去解救我埃罗 并且说杀影村她一个人去就足够了 小组织这边众人还在继续施法 外道魔像的眼睛已经慢慢开始睁开了 看样子再过不久 就能将我埃罗的查克拉全部抽干 而此时千代婆婆和卡卡西三人刚刚出发 在路上小英问起了名人小组织的事 三年前名人就被小组织的 又和鬼交找上来 显然小组织的目标不止我埃罗 不过那时她们为什么没有抓走名人呢 千代婆婆推测 是因为封印尾兽需要一定的准备时间 不过关于尾兽的事情 几人都不了解 千代婆婆这才解释 尾兽总共有九只 从一尾到九尾 它们全是庞大的查克拉集合体 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之处 就是尾巴的数量 在之前的忍界大战中 它们一直都被各村使为重要的军事力量 如今分散在忍界的各个村子当中 杀影的是一尾 而牧业的就是九尾 我埃罗和名人之所以被小组织盯上 就是因为它们体内封印了尾兽 不过现在众人还不知道 小组织捕捉尾兽到底是想要干什么 但尾兽拥有强大的力量 它们收集尾兽必然会对整个忍界产生巨大的威胁 与此同时 一路飞奔的凯班即将就要抵达沙影边界了 这时帕克突然拦住了几人 告诉他们不用前往沙影村了 敌人此刻所处的位置 正是木叶与沙影之间的穿之国境 所以现在反而是凯他们离敌人更近 凯听后就带着大家跟着帕克前往目的地 不过几人没注意到的是 他们的行踪已经被绝发现了 可绝立刻将敌人接近的消息告诉中 这次的敌人当中有个相当水准的高手 名字是麦特 凯 得知对方是麦特凯 干世鬼焦抢下了去拦截他的任务 因为当年在木叶时 他被凯踢了一脚 这个仇可以算算吗 今天就是与之拨鬼焦的正名之战 作为小组织十大恶人之一 还是前悟 隐忍刀欺人重之一 凯想破脑袋就是想不起来他到底是谁 对于凯来说 这个世界上他只知道两种人 一种是卡卡西 还有一种就是其他人 此时凯班在帕克的带领下 正非速接近小组织的秘密基地 突然帕克感知到有人在快速接近他们 宁次立刻动用白眼扫尸 他猛然发现此时鬼焦已经出现在了众人身后 这出场方式很特别 就像海中的鲨鱼在接近猎物一般 这是鬼焦的土盾忍术 土中潜航 砰的一声 鬼焦直接干碎了一座小山 在凯班面前华丽亮相 你... 你... 知道吗? 凯先生 谁啊? 宁次动用白眼 他发现眼前之人的查克拉量十分惊人 除了名人之外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拥有这么多查克拉的 不过宁次可能还不知道 此时的鬼焦只有本体30%的查克拉 鬼焦非常得意 他今天就是来报仇的 你真的记得了吗? 你...你... 我记得了 鬼焦盾时期坏了 他想象中的场面一个都没出现 他把焦机一扔 双手结硬 直接用出了水盾水冲锅 给眼前的真兽醒醒脑 鬼焦一口就喷出了一个瀑布 然后顺着水流冲向凯班 四人一跃而起躲开了攻击 但鬼焦又坐着水梯冒了出来 鬼焦围着凯班 四人来回冲浪 一浪更比一浪高 凯班四处逃窜 不过鬼焦此刻最关心的 还是凯到底有没有想起他是谁 可这查克拉都快浪完了 凯依就没想起来 鬼焦真生气了 他拿着焦机就要将凯打起来 凯侧身躲过 看来 你应该是没有工夫去回忆的 鬼焦台阶还没找好 小李的支援就已经赶来了 鬼焦大意之下 焦机被小李一脚踹飞 宁刺也在这时 配合打出八卦攻掌 一击将鬼焦打退数十米远 鬼焦赶忙接住刚才被踹飞的焦机 在地上滑开了一道沟 才勉强止步倒退 但天天的攻击这时也到了 一个起爆首雷在他面前轰然炸开 不过这种攻击对鬼焦并没有用 他借着浓烟掩护 反而潜入了水中 然后又从凯班的正面钻了出来 这番操作似乎让凯想起了什么 会水盾 还会耍大刀 鬼焦火冒三丈 凯倒是感觉有些莫名其妙 他决定带着宁刺小李天天进行还击 首先他来找出鬼焦的破绽 其他三人瞅准机会就干他 不过一番交手下来 凯班所有的攻击都被鬼焦使用焦机打住 就连小富婆天天的批量起爆夫轰炸 都没有起到作 凯再次冲了上去 他用出强力扣杀 抓住机会近身鬼焦后 一番龙蛇游走 从鬼焦手中将焦机夺了去 与此同时 小李天天凝刺三人 抓住机会扑向鬼焦 鬼焦气得直咬牙 他连忙使用水分身接下三人的攻击 然后又用出了水牢之术 困住了三人 凯见识不妙 抡着大刀焦机就砍了过来 然而 他没料到焦机竟然会自动识别准备 他从刀把上弹出了尖刺 挣脱了凯的控制 眼见三人在鬼焦的水牢之中 支撑不了多久 凯拿出了双截棍 左右接连甩 散发出了逼人的气势 鬼焦来了兴致 扛着焦机和凯 就火拼了起来 凯的每一击力道都很重 可鬼焦的力量也丝毫不弱 凯找到机会一脚劈下 不料焦机身上也会冒出尖刺 凯及时收脚 而豪华包间里看戏的天天 已经快撑不住了 但凯这边 迟迟还是没能突破鬼焦本体的阻拦 战斗陷入焦灼 突然鬼焦将焦机一扔 双手结印发动了水焦弹之术 一条巨大的水沙直冲凯而去 溅起了大量水花 鬼焦没留给凯喘息的机会 继续捕 凯勉强顶住 凯被鬼焦愤怒的一拳垂到水底 水底之下的凯子戏回响 这个男人确实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此时水上的鬼焦打算一口气解决道 他继续发动水盾忍术 放出了五条水鲨鱼接连冲向凯 凯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无论他怎么攻击这些鲨鱼 这些鲨鱼都会在第一时间复原 想到自己被困在水牢中的徒弟们 已经快到极限了 凯决定不能再继续这样浪费时间 他要开大了 八门封口 第一 开门 开 第二 九门 第五 十门 开 八门封口 第六 九门 开 开启了第六门的凯 强大的蒸汽直接把鬼焦的水准飞 生生逼出了一片真空区 鬼焦还在惊讶之中 突然这时宁次找到了水牢的破产 他用出了八卦六十四掌 解决掉了两个水分身 小李逃脱出来 毫不犹豫直接用出木叶大旋风 淡掉最后一个鬼焦分身 破坏掉了困住天天的水牢 宁次急忙抱住虚脱的天天 而鬼焦这里 凯已经闪现到了他身前 鬼焦御图借助水柱掩护 拉开锯米 但凯紧分歧后 一招大门斩翅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脚踹飞鬼焦 鬼焦想在空中躺平 可此时凯居然在空中奔跑了起来 他用出了炒口劝 鬼焦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就被引起零八路 最后一拳定一 鬼焦被狠狠打入水中 失去了鬼焦的忍数为时候 沙漠中的谁很快就蒸发了 几人走近一看 凯发现这个男人他果然不认识了 又指谁谁就怀孕 这谁顶得住 此时快要接近小组织秘密据点的卡卡西一行人被右拦住了 看到右 名人和小鹰都很愤怒 因为正是这个男人逼得左助选择离开了村子 这次卡卡西已经深刻知道了万花筒的恐怖 又缓缓抬起了手 卡卡西顿时如临大敌 他敢忙提醒大家不要看右的眼睛 可不看对手的眼睛该如何战斗 之前卡卡西虚心请教过卡 可以凭借对手的身体和脚的活动来判断对手的动作 但想要做到这样还需要经过专门的特选 眼下这个方法并不适合所有人 不过千代婆婆不愧是纵横战场的老手 面对血轮眼幻术她似乎很有经验 并且还整理出了一条战术秘诀 一对一必逃之 二对一掏后心 名人一头雾水 千代婆婆接着解释 普通人面对这种超强的视觉幻术 如果只是一个人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胜算的 最好的做法就是抓住机会逃命 至少二对一才有胜算 一人中了幻术 另外一人可以趁机要到对手的身后将其击败 那么幻术也就能解除了 就算没有击败对手 也能趁机打醒同伴 解除同伴中的幻术 而现在他们有四个人 只要有一个人往前面吸引火力 其他人趁机发动攻击就行 这波绝对稳 当着幼的面大声密谋 恐怕也只有几人这么干活 明媛小英差点都信了 明媛信心满满想去打头阵 但卡卡西却将她拦了下来 因为幼可不是傻子 卡卡西不敢有一丝大意 对付一般的幻术忍者 用千代婆婆的战术可能没什么问题 可又是一名顶尖的幻术高手 而且最可怕的是 她还拥有万花铜血轮眼 这是比普通血轮眼威力更强大的铜术 卡卡西三年前中过幼的幻术 那滋味至今她依旧刻骨铭心 明明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可感觉却像是过了好几个小时甚至是很多天 而且在她的幻术中感受到的痛苦并不是幻觉 而是切切实实的精神伤害 这可不是能不能解开幻术的问题 当时她只是看了右一眼 就在木叶医院躺了一个月 又夸赞卡卡西 真的没有白白中过一次她的阅读 可卡卡西表示自己知道的还不止这些 虽然幻术阅读很厉害 但用过这一招之后必定会陷入极其疲惫的状态 而且还要承受巨大的风险 因为这招消耗的可不仅仅只是大量的查克拉 又敏锐地察觉到了卡卡西和她一样也开启了万花筒 卡卡西放出狠话 上次只是她大意了 这次可不会再像上次一样 卡卡西让名人后退 这次她先上了 名人以为卡卡西又要像曾经和在布展战斗时那样 将他们保护在后面 然而这次卡卡西却是将打掩护的任务交给了她 这边和又对峙了好半天 我爱罗都急坏了 再不去救她 她都要被炸干了 卡卡西终于率先发起了攻击 快速冲了上去 然而这一拳打中的却是又的影分身替身 名人看见冲过来的又直接一个丸子就干了上去 可这竟然也是影分身 然而烟雾散开之后 名人发现身后的同伴全部都倒在了地上 名人想去扶起他们 可是他们居然都变成了幼魔 连当才攻击又的卡卡西老师也变成了幼 这场面一下子变得阴森恐怖了起来 名人仿佛就感觉自己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在面对幼 而之前的同伴全是幻觉 名人掏出苦雾 分别射向周深的幼 然而这些幼中了苦雾之后 竟然都变成了阿瓢 然后化成了满天的乌鸦 这下名人终于意识到了自己肯定中幻术 随即这些乌鸦幼拼成了幼的神明 名人死死叮住幼 明明他都已经按照卡卡西老师说的做了 不看幼的眼睛 可为什么还会这样 幼微微一笑 他并不是只会用眼睛发动幻术 有时候只需要用一根手指头也能发动 名人立刻回想起来了 刚刚又指着他知识的场景 原来那时幼就开始发动幻术了 名人快速冷静了下来 他回想起了当初自来也教他幻术知识的场景 所谓幻术就是攻击人的无感 将对方大脑神经系统中流动的查克拉 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这是一种高度知识化的人数 也就是高智商忍者玩的东西 名人是学不会的 所以自来也告诉他只要学会如何破解就行 破解方式分两步 先是尽可能停止自己身体中查克拉的流动 降低对手对自己的控制 其次在这个基础上瞬间爆发出比对手更强的查克拉 这样就能扰乱对方的查克拉 从而摆脱对方的幻术控制 回忆起修炼细节 名人双手一拍 照着修炼时的模样做了起来 不过效果却不大 只弄掉了几只乌鸦 完全不足以破掉幼的幻术 又结硬操控乌鸦变成手里剑弓向名人 名人知道这是幻术 他干脆保持结硬动作不躲不省 愿由手里剑扎满全身 名人疼得只咬牙 他打算就这样耗着 不过又却开始整活了 先是名人的脸皮脱落 半边脸变成了左住的 名左合体 两人互掐了起来 没过一会儿名人的肚子就有反应了 一只小鹰撑破他的肚子钻了出来 可把名人吓坏了 这也太快了吧 然而还没完 卡卡西的脑袋也突然从他的手臂处冒出 第七班就这样在名人身上吵了起来 名人已经严重怀疑人生了 而这时他要去救的我爱罗也跑了出来凑热闹 这也太恐怖了 名人都快被吓哭了 只能不断提醒自己 这一切都是幻术 这时他想起了自来野骄的第二种破解幻术的方法 那就是如果自己各种尝试还是无法解除幻术的话 就只能靠同伴了 只要同伴将查克拉输入自己的身体打乱平衡 那么幻术同样也能解除 名人顶着巨大的心理恐怖 拼尽全力呼叫小英和卡卡西给自己注入查克拉 而他中的幻术也就在这一瞬间解除了 是千代和小英为他注入了查克拉 此时卡卡西刚好和又完成第一个交通倒退了回来 名人一时有些懵 他问小英和千代有没有看见佑的影分身 然而千代告诉名人 佑根本没动用过影分身 刚刚只看到他突然狂奔了起来 在没人的地方乱用螺旋丸 名人这才意识到 原来那个时候他就已经中了幻术 眼见名人的幻术已经解除了 卡卡西决定动真格 但名人还有些没回过神来 小英拍了拍他的脸 让他振作起来 卡卡西刚准备冲上去 又瞬间完成了火盾奉仙火 卡卡西一顿蛇皮走位躲开营链而来的所有火球 不过又这时可不是在打左中 他立刻吹出了一颗超级大的火球 营链的所有人只能跳开躲 但卡卡西说动真格可不是吹的 他拿出了自己的成名绝招雷气 威力强到连地上都被离出了一道沟 可惜的是被又一个小走位就躲过了 但名人瞅准机会对准又发动了偷袭 攻击力道十足 大地都抖了一抖 可惜依旧没有起到作用 原来被又察觉到的瞬间就用 女分身和替身术躲开了 之后卡卡西发动物影之术 企图使用雾气挡住血轮眼的视线 但这时的又貌似蓝亮红 直接喷出一个大火球清理干净了战场 整个人风清云淡 显得极其丝滑 不过卡卡西也没那么弱 他反而利用起了又的好火球掩护 悄悄挖了一条地道来到了又的脚下 一发生龙拳罩着又就干了上去 可是又的视觉和反应都太灵敏了 卡卡西偷袭不成反而还被又顺手挡住了 免费送上了一发阅读 卡卡西只感觉自己中了二效果 从三维被打到了二维世界 最后被火焰烧成灰烬 不过又很好奇他怎么没交 突然他才意识到这是影分身 而卡卡西的本体这才从地洞中钻了出来 他的分身反手抓住又 名人这时快速用出了更强的绝招 大鱼罗熊门 原来这才是两人佩合的最后战术 不过又被干掉的一瞬间突然笑了 这让名人有些不明所以 烟尘散开 几人上前查看 他们发现此时的又竟然变成了别人 千代婆婆认出了此人正是他们村的上任由良 担任要职已经很多年了 几人一时想不明白怎么回事 而之前凯班对付的鬼焦也是同样的情况 这时远处的鬼焦和幼苏醒了过来 刚刚那时佩恩特意为他们制作的相转分身 只能携带他们本体大约三成的查克拉 所以实力和忍数都受到了压制 不过些倒是有些不满 因为被当成牺牲品的都是他最忠实的部下 而此时一尾的封印已经基本完成了 另一边 凯班和卡卡西几人都看出了 这只是对方为了拖延时间的战斗 千代预感到此刻的我艾罗恐怕正被玻璃尾兽 小银联盲问抽走尾兽会发生什么 千代婆婆说起了之前人助力被玻璃尾兽的情况 他们毫无例外都因此而丧命了 这就是人助力的命运 一旦和尾兽榜上关系便再也无法分开 小银突然落泪了 她想到了明仁 明仁反倒是安慰起了她 然而经历这一波 两边人马都感觉到了疲惫 一路上卡卡西敏锐地察觉到了明仁 之前使用大跃螺旋弯消耗过大 而凯班这边 她也因为使用了超平静 整个人陷入疲软状态 虽然她还想逞强 可是身体却不答应了 双方都只能稍作休息 因为接下来他们即将面对的 会是敌人的本体 将会是更加艰难的战斗 必须要把身体状态调整到最佳才行 我艾罗这回是真凉透了 此时小组织这里 佩恩突然问又追击过来的敌人都有谁 又如石惠豹 卡卡西 春野英 九伟人助力明园 以及沙影村的老顾问千代婆婆 卸听完一愣 没想到奶奶也来了 等月上中天的时候 这边凯班已经休息得差不多 她也终于恢复了体力 她决定要以比之前两倍快的速度感悟 小李觉得要三倍才行 这样就能把之前浪费的时间全部补回来 没想到小李竟然被一条狗教育了 另一边 塔卡西这一队也休息完整继续出发 他们离小组织的据点越来越近了 此时小组织封印尾兽已经接近尾声 鬼交有些担忧 但是佩恩表示没事 之前拖延时间的战术很成功 剩下的时间足够封印完一尾 一旁的迪达拉算是看明白了 这下最后的烂摊子肯定还得他和谢来解决 谢不耐烦的抱怨道 赶紧结束吧 这样的话在战斗之前我们还能小气一会儿 众人都不再说话 外道魔像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窝里尾兽的速度更加快了 夜色褪去 两支救援小队发现他们已经跑了很久 竟然都没出现一个拦截他们的敌人 不好的感觉营绕在众人心头 这说明小组织的目的已经快要达成了 已经没必要再拦截他们了 名人一听 他想起了自己和我艾罗的经历 虽然他小时候和我艾罗一样都是被村里嫌弃的人 可是自己最后还是收获到了一堆小伙伴 得到了同伴们的认可 但我艾罗却从始至中都只有一个人 名人一时怒气飙升 连九尾的查克拉都泄露了出来 他咬牙一定要救回我艾罗 千代感觉有些奇怪 为什么名人这么执着于拯救跟自己非亲非父的我艾罗呢 卡卡西说 因为他就是我们牧业村的九尾人助理 对于沙影村 名人并没有什么感情 可是对我艾罗却不一样 他比沙影村的任何人都更懂他 任助理的待遇无论在哪个村子都是一样的 对于名人来说 我艾罗与他是能够相互理解彼此痛楚的同伴 在知道我艾罗成为封影之时 他虽然有些不甘心 但却是发自内心的为他高兴祝福他 这就是名人 一个拥有着特殊魅力的少年 千代婆婆听完名人的故事后也有所感触 他这一辈子做了很多措施 将守贺封印在我艾罗身上 正是当年他和四代封影罗莎商量之后做的决定 他以为这能使村子更加强大 可是到头来却让村子陷入了危机之中 不过这个时候我艾罗真的是快挂了 你流之际的他渐渐失去了意识 他看着自己的手陷入了沉思 我已经成为了被别人需要的人了吗 模糊中他看见了另一个自己 突然他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那么期待成为被别人需要的人 我也是 那是 我也是 我在拥有些不明白 我也是 我都立即 那是他 我是 我也是 我 我 我 是 沙影村的五代风影归天了 迪达拉抱怨道 警感慢感最后还是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 其他人对这个无聊的工作也感觉到厌烦 不过好在终究是完成了 此时远在沙影村这边 还躺在病床上的看酒廊 看见三姐弟的合影突然从桌上掉落在地上摔碎了 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她的心头 而这个时候 海班终于赶到了小组织秘密据点的门外 但明眼人都看出这里被设置了结界 小理想直接破门冲进去 不过这时卡卡蜥蜴行员恰好也打开 两支救援队伍终于会合 他们决定立刻开始行动 宁次首先使用白眼查看里面敌人的情况 他一眼就看见了小组织的众多成员 不过因为结界干扰的原因 宁次也只是大概看到这些人的美容 然而我爱罗没找到 宁次却突然看见了一个满脸长着眼睛的巨大怪物 他被吓了一条 本身信号就很差 明元还在不停地晃听闲 这下直接看不见了 众人问宁次里面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但宁次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去形容 既然这样的话 就只能亲眼去确认了 凯退出巴掌眼 一朝天马流星拳直接盖了上去 然而岩石上竟然出现了阵阵波纹 凯攻击的力道全部被吸收了 这个结界确实厉害 强攻看来是不行的 这么大的动响里面的人自然不可能听不见 绝告诉大家敌人全部都到齐了 但是很遗憾 他们迟了一步 先听说九尾人助力到了 发出黑黑黑的怪笑 他的任务目标总算有着落了 此时打了一拳的凯告诉大家 只有先破除这个结界才能进去 千代问卡卡西是否看出这是什么结界 卡卡西看着石门上贴着的符咒 他判断出这就是五封结界 五封结界是由五张写有镜字的符纸 分别贴在五个不同的方位形成的结界 想要破除这个结界 必须要找到这五张符纸的位置 然后在同一时间撕掉才行 这下宁刺的作用就显得很重要 白眼一开 被藏起来的五张符纸顿时无所定行 接下来只要去撕掉就行了 不过这五张符纸相隔的距离这么远 大家要怎么同时动手呢 海淡定地拿出了无线电对讲机 这下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不过此时小组织已经准备散会 外面的人自然只能是本体 还在这里的蝎和迪达拉去对 迪达拉一副果然我就知道的表情 佩恩提醒道 任助力一定要活捉 其他人没事就散吧 众人纷纷下线 不过又刚准备要走 蝎却突然开口了 一打七 九尾任助力是个怎样的家 又静静地思考了一下 不过又二话不说直接下线 外面的凯主动将破掉 结界的任务包揽下 毕竟他们搬的速度可是最快 名人十分相信凯老师 凯干脆俐落地分配起了任务 西北方向由小李负责 宁次负责东北 天天去东南 而他则去西南 剩下眼前的这张符咒 就交给卡卡西 大家立刻调整好无线电 准备动手 好 義负责 下车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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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帕克准备撤 虽然他不会添麻烦 但毕竟种位摆在这 留下来也没什么用 山洞里面的佩恩交代完之后就下线了 随着佩恩的离开 外道魔像也跟着一起消失了 不过敌方援军什么时候能打进来呢 谢和狄达拉觉得还有时间再休息一会儿 此时外面的众人已经分配好了任务 随着凯伊生令下 五人同时私下不撞 小鹰趁机一拳轰出 巨大的石门寸寸军裂轰然倒打 突然这个时候 眼处速则撕掉符咒的凯班遇到了一些情况 四人面前都冒出了一坨奇怪的东西 而此时卡卡西还不知道他们的情况 他一个手势 大家同时冲进了山洞中 不过已经晚了 他们眼前只剩下了些和狄达拉 千代婆婆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孙子鞋 不过名人却很愤怒 这两人居然坐在我埃罗身上 你一人 你一人 一人 一人最最初的大声 在塔卡西几人和谢与狄达拉对峙的时候 凯班这里却遇到了特殊情况 凯立刻询问宁次 宁次说大家基本都一样 四滩奇怪的不明液体慢慢变成了人 没想到居然和凯班四人长得一模一样 看来 女人真的是水做的 男人是尼捏的 看着眼前诡异的对手 凯班意识到他们这是掉进敌人的陷阱里了 这个时候山洞里面的名人已经开始大吼大叫 看到我埃罗的样子他极其愤怒 迪达拉完全不理会 甚至还对些夸起了诱 这家伙给的情报可真准确啊 然而谢一言不发 他只是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千代婆婆 双双谁都没有先动手 但名人忍不了了 他冲着我埃罗大喊 让我埃罗不要睡觉了 赶紧站起来 卡卡西阻止名人 他对名人说你应该明白的 名人不愿相信 迪达拉直接回道 对啊 你应该明白的 这家伙其实早就没命了 说完后 迪达拉还轻烈地当着名人的面 拍了拍我埃罗的脸 这一幕让名人的怒气直瞬间飙升 九尾查克拉都要爆发出来了 他想立刻上前将两人撕碎 然而谢和迪达拉一点都不害怕 反而笑着说这的确是人助力 迷人想冲上去 但卡卡西立刻拦在了他的身前 让他沉住气 因为一不小心可能就会全军覆没 场面一度僵持 而这个时候 凯班四人也看出了敌人布置五封结界的目的 一般忍者都是以四人一队的基本模式行动 所以想要破除这个结界就必须要两个小队配合 而跑远的一队一旦撕掉了符指 自己的复制品就会立刻出现 不打倒就没办法脱身 这样拖延他们进入结界内部的目的就达成了 所以名人的影分身这个时候用出来是最合适的 不过这个时候说什么也晚了 明白了敌人的意图后 凯班立刻动手 凯第一时间就冲向了自己的复制品 可没想到这个复制品不仅出招和自己一样 就连力量和速度都和他不相上下 名次也开始了战斗 对手用出了和他一样的柔权 这说明能力也是一样的 天天这边则是打开了军火库 不过对方竟然也能和他一样拿出同样的装备 小李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他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个复制体和他各方面都一模一样 此时 山洞里的蝎终于开口了 他让迪达拉把一尾人助力保管好 看来眼前的这个人助力很想把他带回去 不过迪达拉却说 蝎大哥 我提个建议你别生气 这个九尾人助力我来对付怎么样 蝎一听不乐意了 不是说好人助力一人一个的吗 你有些得寸进尺啊 可是我身为艺术家 如果不挑战更刺激的事情 对于事物的感觉就会渐渐迟钝了 这九尾人助力听说是最强的 是配得上我艺术的最佳人选 两人居然无视眼前的敌人对艺术发生了争执 蝎不认为玩尼巴算艺术 真正的艺术应该是那种能够完美 艺术应当是 炫目但却转瞬即逝的美才对啊 不对 永久的美才是真正的艺术 别说傻话了 瞬间的美才是艺术 这一幕气炸了名人 通灵卷轴出现 他直接将一个巨大的手里间扔了出去 然而蝎只是看了一眼就用蝎尾轻松倒下 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继续和迪达拉争论 他把蝎尾对准了迪达拉 你想死吗 迪达拉冷哼了一声 对我来说 艺术就是 爆炸本身 迪达拉放出一只大鸟 直接把我艾罗吞进了嘴里 蝎想动手 但迪达拉已经跳上大鸟 白白的名泪 迪达拉明目张胆飞了出去 为了救我艾罗的名人 想也没想就跟了上去 卡卡西还没来得及制定战术 可也不放心名人一员 只好跟着也追了出去 留下小鹰和千代婆婆对付鞋 迪达拉在空中盘旋 不断诱惑着名人 不过看见卡卡西之后 他感觉有些棘手 他只想跟名人solo 于是转而劝卡卡西 我这种人 就不用劳烦卡卡西老师 您亲自动手了吧 虽然我和些大哥的艺术观 有那么一点点不同 但是他可是比我强很多呢 里面只留下一个老婆婆 和一个小姑娘 对付他真的能行吗 但卡卡西根本不上当 之前迪达拉单枪匹马 就抓了封女 拥有这等实力 名人跟上去八成 会变成宋菜的 然而莽夫名人 压根不考虑这些 他让卡卡西老师 去帮小鹰他们 自己一个人 对付这家伙就行了 迪达拉知道名人上当了 名人跳起的一拳 被迪达拉轻松躲 整个人嵌入了墙里 迪达拉健壮 立刻就朝着他 扔出一只黏土小鹰 卡卡西迅速扔出手里 箭拦截 但迪达拉的炸弹 可是声控了 爆炸反而弹回了 卡卡西的手里 被卡卡西哥挡开来 迪达拉也料到 没这么简单 就能干掉他 名人爬出来之后 再次冲着他大喊 把我埃罗还给我 迪达拉笑了 哥们儿 你都喊了三集了 这个人对你 真的那么重要吗 任助力不是 都因为身处黑暗 很讨厌别人的吗 迪达拉表示 除去我埃罗之外 到目前他们 还收拾了两个人助力 但他们的同伴 和村子里的人 没有一个人 站出来就他们的想法 甚至还有一些人 暗自窃喜 你难道就这么放不下 这个可怜 又被人厌恶的人 助力同伴吗 不得不说 迪达拉真的太回拉仇恨 名人已经到了 暴走的边缘 然而他依然 打不中迪达拉 名人还在下方大喊 不过迪达拉这时 却准备转 因为他觉得 些肯定很快 就能干掉小英 和千代婆 然后跑出来 跟他抢人助力 那样的话 自己吸引九尾人助力 就没什么意义 迪达拉果断飞走 反正名人 肯定会跟着过来 塔卡西想阻拦名人 可是名人 直接扔给他一句话 塔卡西老师 你留下帮助小英他们吧 但塔卡西知道 还是名人更加危险 由于片刻后 他还是决定追过去 塔卡西边追边 问凯他们的情况 对手的忍住武器 完全和他们一样 简直就是自己 和自己战斗 没办法快速结束 塔卡西有些无奈 现在只能拜托 千代婆婆和小英 再坚持一下 与此同时 沙影村这里 关键时刻被派出去 到国境边缘 执行巡逻任务的 首居打回来了 因为堪九郎 恢复行动力后 已经找到了 能替代他的人 首居还想抱怨 堪九郎 这安排速度太慢了 但眼下还是 拯救我爱罗耀吉 海老藏也默默 跟着他们一起 首居有些不乐意了 现在不抓紧时间 赶路干嘛呢 堪九郎示意他 看他后面 原来是他带来的 四个高手 已经累得不行了 首居刚想训斥他们 堪九郎拦住了他 毕竟他们之前 就是24小时 在边境巡逻 赶回来之后 连休息都没来得及 就直接出发了 茉莉还想再坚持坚持 其他三人也知道 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 不过海老藏开口啊 还是先休息恢复体力吧 忍者要时刻 保持理智和冷静 上次堪九郎 就是一个例子 你们看看周围 这应该都是 之前木叶一行人 和小组织战斗之后 留下的空气 这说明已经接近 敌人的势力范围了 现在还不知道 敌人在前面 准备了什么陷阱 以如今疲惫的状态 如果一头扎进去 搞不好就全军覆没 大家都不再说什么 海老藏趁着休息的时间 说起了很久以前 三代风影的事情 三代风影被誉为 是杀影历代最强的风影 可是后来不知道 被什么人绑架了 村子为了救他 不计代价四处 派出人手寻找 正是因为这样 才导致了村子的 防御力量变得薄弱 被敌人趁虚而入 海老藏感叹 如果那时 他们稍微冷静一些 也不至于发生 后面的战乱了 他安慰众人 现在不能再重蹈 当年的覆辙 突然茉莉问后来 有没有三代风影的消息 海老藏摇摇头 虽然之后 杀影的暗部一直在调查 可是不要说一体 直到现在 就连丝毫线索都没发现 千代婆婆与蝎的 这一场战斗 不得不说 这才是傀儡师战斗的巅峰 捡了一辈子装备的 看酒狼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赶上了 此时千里迢迢赶来的 千代婆婆 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孙子 尽管二十年没见了 但千代婆婆 还是一眼就看出了 眼前的蝎只是傀儡 她很想见见蝎的真容 千代掏出九把苦物 她用出了操席刃 九把苦物直直飞向蝎 蝎虽然用蝎尾 全部挡了下来 可还是被切烂了外衣 暴露出了整个 飞流虎的模样 如同一只大蝎子一般 小鹰一脸震惊 这时她才明白 原来这是一只傀儡 不过她的本体在哪里呢 千代不愧是 教会些傀儡术的人 她告诉小鹰 蝎的本体就藏在 这个傀儡里面 因为近战是傀儡师的弱点 尤其是在操纵傀儡的时候 自身就是一个破绽 然而蝎将自己藏在 飞流虎中 就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如此一来 傀儡不仅是攻击对手的武器 同时也是保护傀儡师的铠甲 这种做法十分高明 千代婆婆对蝎的 这个傀儡极其了解 她告诉小鹰 这是蝎最得意的傀儡 而蝎也简单地 介绍了一下 自己制作傀儡的流程 先是将内脏掏出 然后剥下皮 把血洗干净 再加上各种防腐处理 最后加上各种机关装置 这样就完成了 一件收藏品的制作 到目前为止 她已经制作 并收藏了298只傀儡 她想把眼前的小鹰 和千代婆婆 也一并收藏了 正好凑个整 千代婆婆告诉小鹰 当年在沙影村的时候 这家伙就被誉为天才造型师 制造出了数量繁多的优质傀儡 而她投入心血最多的 就是将人制造成为傀儡收藏品 那个飞流虎傀儡也是 飞流虎攻防一体 总之想要打败她 就必须要将她 从其中拽出来再说 千代婆婆明白自己 虽然对蝎的飞流虎 有足够的了解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 蝎肯定早就对其进行了生机改造 她想起了小鹰的怪领 现在只有她和小鹰联手 才能有胜算 她让小鹰抓住机会 上前把飞流虎打碎 不过要避开所有机关 不能受到任何伤害 因为蝎的机关上面 都被涂满了剧毒 然而小鹰对蝎的机关 根本一窍不通 想要做到这一点完全不可能 不过千代婆婆已经有了办法 她自信地放下头发 表示论实战经验 对方还只是个孙子 蝎可不喜欢等待 不过千代和小鹰的密谋也结束了 两人直接冲向了蝎 蝎揭开面罩 从口中喷射出了无数毒针 然而小鹰和千代 竟然在针海中穿梭自如 左右摇晃一顿蛇皮走位 就避开了所有毒针 这把飞流虎精的木顿狗带 马萨卡都被看破了吗 那就用新武器吧 暴雨梨花针 溪内 数百枚毒针从机关中射出 在空中交叉飞行 然而小鹰和千代 依旧还能天偏起舞 旋转跳跃甚至还能闭着眼 这操作再次让蝎呆住 千代能做到也就算了 可为什么这个外行的小姑娘 也能这么丝谎呢 蝎还没想出其中缘由 小鹰就直直冲来 而千代只是静静站着不动 这是瞧不起谁呢 竟然没有掩护 就直接从正面冲过来 蝎一尾巴就扎了过去 然而最后却定格在了 小鹰的眼前卡住了 蝎这下才明白 原来是千代婆婆搞动 可惜她明白得有点晚了 小鹰全力输出一拳 飞流虎被打了吸水 一个黑影从中跳了出来 这就是蝎的真身 千代看着蝎 时隔二十年 难道就不能好好续续就吗 突然黑影动了动手指 飞流虎的脑袋突然窜到半空 再次放出一波毒针射向小鹰 千代眼疾手快一波操作 小鹰躲开了 这下蝎更加确定 就是千代婆婆一直用 查克拉线控制着小鹰的活动 而且一开始的时候 千代婆婆故意用出操袭刃 就是为了将自己的查克拉线 引到飞流虎的尾巴上 再次看到孙子的千代被惊住 他不明白为什么蝎一点都没有变化 小鹰也很吃惊 这也太帅 我不太奇怪了吧 蝎二十年前就离开了村子 为什么还这么年轻 千代有些怀疑眼前的蝎 可能也是傀儡 蝎看着金的说不出话的千代婆婆 他表示还要给千代一个惊喜 只见他掏出了一个卷种 上面写了三的字样 他说这是他最喜欢的收藏品 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杀了得到 砰的一声 烟雾散开之后 三代蜂影傀儡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千代一惊未定再吃一惊 因为眼前正是十几年前 沙影突然消失掉的三代蜂影 他是历届蜂影中最强的一位 可是没想到居然被蝎制作成为了傀儡 蝎对此非常不屑 然而这对于千代来说 却是难以接受的 投身加入小组织也就算了 可是背叛村子 三次对蜂影下手就不可原谅 不过蝎却只承认 三代蜂影跟五代蜂影的死和他有关 但四代蜂影的死是 大蛇丸脱离小组织后干了 这个锅他可不背 虽然他以前是和大蛇丸狼狈为奸干了不少事 一听到大蛇丸 小英立刻想到了离村而去的左中 三年了 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一时间小英有好多问题想问些 然而蝎却没工夫搭理他 解决完战斗他还要忙着去抓人助力 他讨厌被别人抖 可没时间回答问题 哦 要了か 蝎操控三代蜂影就冲了上去 千代赶紧拉回小英 然而蜂影傀儡的左手 已经伸出了独刃机关向小英系 千军一发千代拉起之前 飞流鼓的尾巴挡住了这一击 但一下就被砍断 蝎操控傀儡继续放大招 这次直接用出了真数千手淹没了小英 不过千代竟然操纵小英 以一个妖魅的姿势避开了所有攻击 蝎算是看出了 只要有千代的存在 小英就很难受到伤害 蝎干脆放出了大量毒烟 这下再怎么走位也没用 很快小英就被毒烟吞没 他立刻屏住呼吸 外面的千代婆婆着急地想要将他拉回 但蝎抢先下手射出绳索捆住了小英 千代只能和蝎拔起了河 可是小英已经憋不住情了 然而就在他想放弃之时 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誓言 他对名人说过 一定不会再拖他的后头 也发誓一定要保护他们两个 所以他绝对不能在这里死去 而此时的蝎还在继续释放毒烟 这种毒只要吸进去一点点就足以致命 小英果断掏出了其暴符直接引爆 最后爆炸的气流将毒烟吹散 这种狠拉让蝎有些吃惊 不过小英也因此受伤陷入了婚姻 千代接住了他 发现小英已经没了呼吸 好在千代婆婆也是医疗忍者 他往小英的后背一排 小英就醒了过来 你就是我捕捉 蝎面无表情 他一提手 傀儡机关射出树莓虎 直直向小英飞去 小英吓得闭上武 不过再一针开眼 千代已经召唤出了两只傀儡 为他绑住的攻击 蝎有些惊讶 因为这正是千代交汇 他傀儡忍术后 他做的第一对傀儡 富与母 蝎不明白千代婆婆 拿出这两只傀儡有什么用 这对傀儡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秘密 只见父母傀儡的手合并到一起 随即双手拉出了树根丝线飞向了心 蝎连忙操控三代封印傀儡迎击 然而很快他的真数千手 就被父母傀儡切成了一段一段 蝎索性放弃了真数千手机关 直接切换成切割机 而父母傀儡也拿出了武器 祖孙两人开始比拼起了手术 看我二十年单身的手术 一阵眼花缭乱的操作如同狂魔乱舞一般 一旁吃瓜的小鹰都看呆了 打到最后两人居然平分秋色 双方的武器居然都被打完了 普通攻击没占到优势 先准备放出三代封印的绝招 久不见了 这三代封印的手术 所以说了最弱的歌 索性 你来到外面 你来到外面 你来到我一人 没等小鹰做出行动 封印傀儡周围的沙铁已经形成了颗粒状 这是三代封印的绝招杀铁语 铁弹如同雨点般射向两人 千代急忙使用母傀儡推开小鹰 而他只来得及使用副傀儡的查克拉之盾 为自己挡住攻击 不过铁砂的厉害之处并不止于此 细小的铁砂会侵蚀进傀儡的关节处 使其失去活动性 千代对三代封印的这一招非常了解 可是为了救小鹰 他也只能选择硬抗 现在他的傀儡已经没法用了 而且又再一次聚集起了铁砂 这次铁砂形成了利刃 同时瞄准了两人 而千代和小鹰这边只剩下了一个母傀儡 这可无法同时互助二人 些冷笑着 操控砂铁同时射向能力 他用出了最大码 地上都被砸出了巨大的烟尘 不过烟尘散去之后 小鹰没事 千代也没事 原来千代早就将自己的手臂改装成了傀儡 他用傀儡手臂形成的查克拉之盾 挡住了这致命一技 同为傀儡师 些看出了千代和他拥有着同样的想法 不过经过沙铁的侵蚀 千代的傀儡手臂也废了 他看着自己的手 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过去了二十年 蟹依旧能保持年轻时期的容貌 千代不由得有些心痛 他看向眼前的父母傀儡 不由得想起了小时候的蟹 不过此刻千代已经没有傀儡可用了 父母傀儡和自己的机关手臂都已经没法使用 没了傀儡 傀儡视野就比普通人强不了多少 千代将机关手臂卸下 蟹不认为他还有能力与他对抗 沙铁再次凝聚 自己留下来拖住血 不过此时的小鹰早就蜕变成为了鹰哥 逃是不可能逃的 他觉得自己肯定还有可以做的事情 快速思考后小鹰做出了决定 既然歇的沙铁能侵蚀傀儡 那么就让自己来当千代婆婆的傀儡 因为活生生的人是不会被沙铁封住行动的 千代明白了小鹰的觉悟 他用查克拉线连上了小鹰 两人再次冲了上去 而歇的沙铁也飞了过来 不过千代和小鹰的走位非常灵魂 在千代的控制下小鹰避开了所有攻击 最后据奇怪力一拳砸飞沙铁 整个山洞都抖了一抖 歇慌忙躲开 这次他操纵三角体的沙铁快速旋转了起来 如同毒龙钻一般追击着小鹰 小鹰只能不断躲闪 他高高跃起打在了三角体的平面上 将其一拳击落在地 果然大力出奇迹 如此激烈地碰撞 没过一会儿整个山洞就被两人给拆了 渐渐地小鹰跟上了沙铁的移动速度 千代也不由地感叹 即使没有他小鹰也能完全运动 而这一切都是小鹰从师父钢手那里修行而来的成本 歇也有些被眼前的小姑娘所震惊到 他看见小鹰已经在研究她的手势了 见她如此认真 歇决定使出杀手锏一击解决小鹰 这招小鹰是绝对无法躲开的 在歇的操控下 两块砂铁直接碰撞在了一起 随即风影傀儡胸前释放出大量的查克拉 用出了砂铁戒法 砂铁如同树枝一般密密麻麻 往小鹰所处的位置伸展过去 烟尘散开 千代婆婆被石头压住无法动态 小鹰则是被擦伤 可砂铁中含有些的剧毒 小鹰因此而倒下 千代婆婆显得非常着急 而歇毫不犹豫准备对小鹰进行取报 她控制风影傀儡抽出刀快速向小鹰飞去 然而没等歇反应过来 她的风影傀儡直接碎成了炸 原来刚才小鹰是装的 目的就是为了将傀儡吸引过来 如今风影傀儡破碎了 坚硬的砂铁顿式化成了流沙 歇和千代都不明白 为什么小鹰中了毒之后 还能像没事人一样站起来 原来小鹰在给看酒狼做解药的时候 多做了两份解药 这解药可以在三分钟之内免一些所用 些想到了看酒狼 没想到自己最引以为傲的毒就这样被解药 这毒连她这个制作者都不一定能制作出解药 小鹰这又算是给了她一个惊喜 趁着些发呆的见细 小鹰已经给千代婆婆疗好了上 只是到现在她的查克拉已经所剩不多了 不管是之前的怪力攻击回避 还是治疗都消耗了大量的查克拉 解毒効果は3分 時間がありません すぐに行けますか 千代婆婆様 決着をつけようぞ 蟹脱下了衣服 可把小鹰震惊坏了 她没想到蟹竟然对自己这么好 直接把自己完全做成了魁 胸前还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就是她的艺术 明显是位艺术先生了 蟹表示这还是在当年加入小组之前那一战之后 她第一次动用本体魁 这次她率先发起了攻击 手掌心伸出两个枪口 对着小鹰和千代就直接开火 小鹰和千代跳起躲在了岩石后面 蟹继续加大火力 持续烘烤在两人藏身的时候 蟹身体里存储的煤气还真不少 火力没有半点减弱的技巧 火焰一停 小鹰立刻走位并扔出一枚火 但大火立刻又蓄上了 蟹直接气滑 如此猛烈的攻势让小鹰和千代都没法接近蟹的身体 他们只能趁着些换火力的间隙更换位置 突然千代跳了出去 直接被火焰融化了 不过这只是一个替身 真正的千代已经趁些分散注意力的瞬间 操控三代封引傀儡的脑袋冲向了血 很突然 但还是被蟹用火焰烧没了 小鹰和千代依旧还是无法突破火蛇压制 而此时药效已经不足一分钟了 煤气用完后 蟹又换上了水枪攻击 两条水柱射向刚刚被烧红的石头上 冒出了浓浓的水蒸气 一瞬间就突破了石头 这是蟹的高压水枪 水柱如刀一般轻松切开了所触及的一切 小鹰和千代只能到处躲窜 蟹渐渐不耐烦了 他直接将腹部的钢绳射了出去 擦伤了小鹰 药效只剩下15秒 随后蟹借着钢绳的拉扯飞向了千代 锡内 螺旋桨开启 他要把千代切成碎片 而此时小鹰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不断将蟹的钢绳往后拉扯 也就是在蟹即将触碰到千代的一瞬间 他被定住了 蟹再次如同之前的风影傀儡一般散成零件 不过还没等小鹰高兴 蟹的零件居然自己组合了起来 小鹰很震惊 千代也没想到蟹的傀儡造诣居然到了这个地步 这时他捡回了自己的手 真正的战斗现在才开始 千代拿出了被自己禁用的傀儡 原本他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再用到它 随着千代接完一个印 卷轴中慢慢伸出了十具傀儡 这就是传说中的静松石人位 对于傀儡师来说 他们的能力是按照能同时操控的傀儡数量来衡量的 这十个傀儡是杀鹰傀儡术初代使用者门左卫门的杰左 这是能毁掉一座城的机关傀儡 然而面对时机 蟹没有任何表情 他自信地拿出了背后的一个卷轴 卷轴打开之后 瞬间飞出了大量傀儡 蟹打开胸前的小龙 查克拉线将所有傀儡全部连接上 这一幕惊住了小鹰 蟹得意地说道 他这可是能灭掉一个国家的杀手锦 红匿技百人操演 时机对百机的战斗正式开始 蟹的傀儡虽然很多 但一开始也因为数量太多没办法全部精确控制 一时间被小鹰千代摧毁不少 并且千代的傀儡竟然还能发动符合秘书 只见三个傀儡叠在一起同时结语 使用出了中傀的大招吸住了不少傀儡 蟹见状直接将傀儡化作赶死 不要前世地砸向中傀 然而虽然蟹的傀儡在不断减少 可因为集中控制力增强变得越来越难对 而千代和小鹰两人只剩下一枚解决剂 两人只要有一人受伤局势立刻就会轻倒 然而怕什么就来什么 千代突然被蟹的傀儡走伤 但此刻也顾不得闷着 他让小鹰赶紧去对付邪 由他来开路 小鹰二话不说冲了上去 直奔歇的本体 突然千代通过傀儡给了小鹰一个秘密武器 随后小鹰一路披荆斩棘 终于在最后突破篮戟 他找准位置 一个大师球抛了出去 同一时间歇的傀儡全部失去了行动力 他的本体已经被牢牢定在墙上无法动摇 小鹰赶忙跑向千代 想为他注射解毒剂 突然这个时候 小鹰猛然发现千代旁边的一具傀儡动了起来 不带千代反应 站起来的蝎就已经举起刀猛然刺去 然而鲜血飞溅 竟是小鹰用自己的身体为千代挡住了这一击 蝎不明白 明明自己已经伤得很重了还要跑过来救人 是不夸痛吗 不过这种事情在蝎看来是极其无聊的 既然那么想死的话 那他就满足它 千代有些不明白为什么蝎会出现在这里 然而他看向远处那个蝎的胸前时就明白了一切 刚刚被控制的瞬间蝎将自己的心脏弹了出来 恰好进入了这具傀儡身上 此时小鹰紧紧握住刀 在刀还没拔出的情况下 就开始发动医疗忍术止血治疗 蝎表示 很能干吗 然而这把刀上同样布满了剧毒 小鹰很快就被麻痹了 千代急忙为他注射了最后一针解毒剂 蝎觉得这种事情简直无聊透顶 他想立刻抽出小鹰身上的刀解决掉它们 然而小鹰死死不放手 蝎拔不动后干脆扭开了手关节 从里面露出了一把刀 简直就是白鬼丸同款 他后退几步想再次刺向小鹰 可这是他的父母赶快了 阻止了他 将他拥抱在了怀中 心脏是蝎的弱点 哪怕是他也无法完全脱离肉体的束缚 这一刻小鹰终于安心倒闭 千代慢慢将刀从他的身体中抽出 为他治疗 蝎让千代放弃 这种伤即使是没中毒 在他看来也是没救了 他刚才插中的是要害位置 然而蝎不知道的是 千代用的可不是医疗人数 而是将自己的生命能量 分给别人的转生人数 他告诉蝎这是他潜心研究多年的禁术 原本这是为蝎而准备的 有了这个术 他就能将生命注入傀儡之中 复活蝎的父母 小时候蝎本来是拥有过一段幸福的童年的 然而他的父母在一次任务中 被木叶白牙所杀 千代不忍心告诉蝎真相 只告诉他 他的父母正在外面执行一个长期的任务 要很久才回来 这就是蝎讨厌等人的原因 因为他一直等一直等 始终没有等到自己的父母 为了让蝎忘记孤独 千代将自己的傀儡忍数都传授给了他 蝎学会之后最先做出的傀儡 便是自己的爸爸妈妈 他经常控制着他们抱着自己感受温暖 可冰冷的傀儡又怎么会拥有温度 千代婆婆也知道 有时候孤独比真相还让人难以忍受 蝎静静听完千代讲述的一切 但这一切如今在他的眼中依然是无聊了 没过多久 小英便恢复了回来 千代看起来似乎也没事 蝎有些不解 千代解释这是因为小英并没有死 所以千代不需要以命换命 做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蝎感叹太可惜了 见蝎这么说 小英一拳砸向他的脸 可蝎却说这种行为根本就没什么意义 现在的他只是一句傀儡 不会感受到一丝疼痛 而且还会打疼自己的手 他说女人都只会做一些没用的事情 蝎自知自己的大献一道 临死前他决定也做一件无用之事 算是作为他们打倒自己的奖励 他告诉小英 大蛇丸的部下中有他安排的卧女 十天后去草影村天地桥 在那里会得到大蛇丸的消息 说完之后蝎便再也不动了 这次战斗是真的结束了 小英说千代婆婆您真厉害 可是千代却说 其实最后本该被打倒的应该是我 因为蝎早就看穿了最后我的那一几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躲 甚至还主动露出了一点破绽 对于蝎来说 这或许是无法拒绝的拥抱吧 生命的最后他是否感受到一丝温暖呢 小组织的蝎已经阵亡了 那么就让我们来继续看看其他人的战斗吧 迪达拉他们一直跑一直跑 在这个下水道都不知道追了多久 迪达拉看见身后只有名人 抓住机会立刻就动手了 三只小鸟便大鸟飞了出去 名人一时没注意被一只鸟炸翻 但卡卡西很快就赶了上头 解决了另外两只鸟 迪达拉感觉卡卡西真爱实 之前他捕捉我艾罗之石黏土 就差不多消耗完了 一直到现在还没机会去补充 得想办法先把卡卡西引开才行 迪达拉再次弄出了两颗小蜘蛛炸弹 这次专门针对卡卡西 可完全没能拦住卡卡西 反而让卡卡西察觉到了他的意图 卡卡西想靠近名人一起商量战术 然而莽夫名人一溜烟 又被加快速度的迪达拉勾引走 迪达拉不想给两人制定战术的机会 卡卡西看着名人的背影有些无奈 这样的话 他就只能直接使用那个术了 不过迪达拉这时也想到了 对付卡卡西的方法 他先与丧花斑丢出大量跳蚤炸弹 待卡卡西一经过 就向卡卡西身上跳 这小东西的移动速度非常短 卡卡西只能被迫多闪 看着密密麻麻的小炸弹 用苦无事没法像之前那样射爆 卡卡西决定用速度取射 他把查克拉聚集在脚顶脑了一冲 然而跳蚤的反应速度非常灵敛 他躲过第一波爆炸后 又迎来了第二波爆炸 这些跳蚤就像是装上了GPS一样盯着他 卡卡西被截停 他想让名人等自己 可名人已经热血上头 完全没停下来的意思 明显是中警了 一波分析之后 卡卡西决定后退 跳蚤们疯狂追赶 速度越来越快 最后卡卡西借助身前的一根树干 来了个反向跳跃 快速突破 然而跳蚤们竟然会飘移掉头 卡卡西还没来得及得意 就被跳蚤爬满了身上 砰的一声 卡卡西直接被炸没了 前面的明人和迪达拉都听到了这个声响 迪达拉非常开心 终于干掉了一个 他立刻停了下来准备和明人搜 光一个人助力可没什么可怕 他用大鸟嘴里的我艾罗不断刺激明人 明人果然怒不可遏又炸毛了 迪达拉一看就慌了 原来之前被炸死的是卡卡西的分身 他真正的本体早就躲藏在木头里 卡卡西嘲讽 下次要加上能够识别分身的功能 不过你已经没有下次的机会了 迪达拉见识不妙立马又逃了 明人就要追上去 卡卡西拦住了他 让他冷静下来 因为迪达拉这种远程攻击型对手 近战型的明人对上非常不利 卡卡西耐心向明人解释 打倒他只有两种方法 一是通过引诱接近他 第二就是使用远程攻击手段 但是不管哪种手段 都需要有会远程攻击忍数 或者远距离辅助忍数的同伴进行配合 否则是不可能打败对手的 明人又急躁了起来 那怎么办啊 别着急 我可是有着录完班的头脑 而且恰好我也是一个 有远程攻击手段的商人 说了一圈 原来是变相夸自己 卡卡西将自己的战术告诉了明人 迪达拉不知道他们两人在密谋着什么 但很明显的是人助力冷静了下来 两人追啊追 从245集追到了247集 明人焦急的再次催促 这时卡卡西竟然睁开了全新的血轮流 接下来就要准备上了 转眼间两人又追了一集 明人看卡卡西凝聚个查克拉都这么费劲 不想给他太多的压力 告诉他即使打不中也没关系 两人接着又又追了一集 现在卡卡西终于开始施法了 他让明人站远一点 避免被误伤 迪达拉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只看见自己身边的空间竟然发生了一阵扭曲 不用想肯定是卡卡西倒的鬼 他没想到卡卡西居然会使用 他一生之敌与之国家的童书 一时间上方的迪达拉拼命逃窜 下方的卡卡西拼命瞄准 可准头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虽然单眼瞄准更加 可惜卡卡西没有背景 最后只是拧断了迪达拉的一只鸽 如果卡卡西没有头的话 迪达拉可能当场就没了 但毕竟是刚开的万花筒 卡卡西用起来还没那么熟练 不过下一击他可就不会再这样了 卡卡西继续积蓄力量等待再次攻击 下面我们先不在这里等着这两波水剧情了 来看看专门水经验的凯班四人组 首先是凯老师这边 两人贴身纯体术搏斗 可以说是拳拳到肉毫不花哨 不过更厉害的竟然还是冒牌活 凯一部流神就被对方踹开了 趁着拉开距离 凯通过无线电询问凝刺其他人的情况 但凝刺这边打得也很艰难 本来还能抗衡一下的 结果这一分神直接被打出了无名语 我现在没时间 凝刺用出了八卦空档 趁着对方躲闪的剑戏 他快速用白眼查看情况 他告诉其他三人小英那边的胜负已经出来了 小李刚准备问小英怎么样了 可是却被冒牌活直接踢飞 虽然小英那边已经解决了对手 可是他们对战的冒牌活们却一个都没消失 这说明失数的应该是另一人 也或者说 这个数即使是失数者被打败了也不会自动解除 小李明白了 果然自己的冒牌活还是要自己来打败 另一边 打败了些的小英和千代婆婆准备离开了 只是千代婆婆最后将解毒寄给了小英 现在她的身体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 小英也只能为她暂时治疗一下批外伤 现在只有马上赶回杀影制作解药才来得及 不过千代婆婆拒绝了 因为比起解毒 她觉得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就在卡卡西和名人还在继续追击迪达拉的时候 凯班四人这里都落入了下方 天天发现对手居然变强了 被打败的小李也这么觉得 但凯认为并不是这样 名次也看出了情况 应该是我们自己变弱了 这个人数复制的是他们私下扶骤时的状态 会一直保持内时的实力 而他们是血肉之躯 长时间战斗就会陷入疲惫 所以才有了对方变强的错觉 总之就是战斗拖得越久对自己就越不利 道理是这样 不过接下来到底要怎么做呢 连凯皇都被捶成这个熊样 众人一直被逆 场面差点就失控了 突然这时小李想到了打败敌人的方法 其他人急忙询问 我的乖乖 小李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 天才宁次都被雷到了 小李解释 我们只要变得比私下扶骤时的自己更强 那就绝对可以打败他们的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凯老师表示很赞同 吐槽专家天天开口了 你说得好听 但怎么变强呢 体力较弱的天天已经有些难以支撑战斗 小李让大家想起训练时经常说的话 要变得比昨天的自己更强 正是因为心中一直铭记这句话 他们才咬牙忍受住了残酷的修行 小李的一番话让大家重新燃起了斗志 要变得比昨天的自己更强 此时的自己一定要战胜过去的自己 敌人终于被打倒 凯班成功水到惊艳 我不对 是突破了自己 就在凯班成功干掉冒牌货的时候 卡卡西的万花筒已经完成了序列 不过他还没瞄准好 下水道却走到头了 他们来到了树林里面 这里地形复杂 万花筒更加不好瞄准 卡卡西一时有些无奈 不过正当迪达拉以为终于摆脱纠缠时 名人搓着丸子出现了 虽然被迪达拉躲过去 但好在我艾罗终于被抢了 卡卡西长输一口气 终于可以关掉这个大功率的卦 名人疯狂扒拉着鸟嘴 想要将里面的我艾罗救出 也就是这个时候 另外两个战场上的人也往这里赶来了 小银和千代婆婆已经追到了 之前卡卡西和名人跑了七级的下水道 而凯班更快 他们已经到了附近 凝次通过白眼看到了名人这边的情况 没过一会儿名人就将我艾罗扒拉了出来 但此时的我艾罗无论名人怎么叫 他都没有了任何反应 名人十分不愿意相信眼前的事实 忍不住一声悲鸣 蹲在不远处的迪达拉自然早就知道了 我艾罗已经死了 可他想想自己也很不幸 之前左手就被我艾罗拧断了 现在右手也没了 抓人助力对他来说很容易 可卡卡西一直在一旁守着 自己完全逃不了好 迪达拉决定以后有机会再来抓九尾 这一拳直接将迪达拉从树上打下 还没落地名人又接着发动了一分身 四个分身牢牢抓住他的四肢 将他死死定在了地上 名人没用忍数 他用挥舞着的拳套 朝着迪达拉疯狂发泄着 自己内心的份 等发泄完完 他立马用螺旋丸砸了上拳 可这时他才发现这只是一个年龄分身 名人更加狂暴 刚才消了一点点的怒火果断敷燃 一瞬间他的身上就出现了红色的十字化查克拉 并且还长出了尾巴一样的东西 迪达拉没见过尾兽外衣 可卡卡西却是听自来也说过的 此时的名人邪魅一笑 他抱起一拳砸向了地上的门 大地都被震碎了 名人的变化还没有结束 整个人啪哩啪气的 而他的分身们因为受到本体的影响全身燥热 看样子也处在即将失控的边缘 卡卡西想起自来也对他的叮嘱 一旦名人暴走出现一条尾巴 就要立刻阻止 否则就会发生可怕的事情 自来也给过卡卡西一张符咒 可以瞬间封住名人体内的九尾查克拉 才没过一会儿 名人的第二条尾巴就出现了 他开始大范围破坏想要找出迪达拉 而他的影分身们已经受不了全部自爆 此时的迪达拉完全是抱着一副 躲起来看戏的心情 卡卡西跳下想唤醒名人 但名人上来就给了他一群 完全不分敌人 卡卡西不再犹豫掏出符咒 直接贴在了名人的额头上 让你说我是计量单位 名人彻底冷静下来之后 卡卡西才收起了符咒 迪达拉见没戏看了 打算悄悄溜走 不过这时千代和小鹰赶了过来 迪达拉没忍住又看了一会儿 他没想到自己的些大哥 居然会被那小丫头和老太婆打倒 还说什么永远存续下去的才是永久的美 结果现在还不是一样被干掉 迪达拉想了想 一定是他对自己那弱点暴露无疑的傀儡部分自信 这就是转角遇到艾玛 海班全体成员直接拦在了迪达拉的身后 给他送上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看见宁次的白眼后 迪达拉明白了怎么回事 虽然他很想试试白眼和右的血轮眼究竟有什么不同 但是眼下手都没了 逃命才是最重要的 迪达拉只能叼着苦务和卡丹战斗 这战斗方式不知道大家眼不眼熟 卡卡西他们也听到了动静 没有双手的迪达拉只能拼命逃窜躲避攻击 小李上前攻击 迪达拉躲闪 名次趁机施展八卦空闸 天天扔出了惹剧 但迪达拉立马躲闪并且逃 四人继续追赶 眼见全身而退是不可能 迪达拉找到了刚才被名人打坏的大娘 一口就咬了上去 卡卡西见状立马提醒大家小心 海斑已经围了过去 不过吃了黏土的迪达拉反而不逃了 他准备要施展自己的艺术 只见他的体型突然变跑 名次通过白眼发现他体内的查克拉正被压缩到了一点 他急忙让大家离开这里 但已经来不及了 戴土日记 人历某年某月某日 今天天气晴朗 我在时空间里想念灵 到底是谁特么把我夹炸了 爆炸之后 大家都没事 原来是卡卡西在紧急关头 将迪达拉一起全部扔到了其他空间去了 众人对卡卡西的血轮眼瞳术都很吃惊 不过总算是解决对手了 这应该是火影中耗时最长 规模最大的救援行动 救援我艾罗 然而我艾罗已经凉了 明媛将我艾罗扶到小英面前 小英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众人将我艾罗带到了空旷的草地上进行救治 然而小英仔细检查之后 却无奈地摇摇头 大家都明白了他的意思 陷入了沉默之中 可明媛依旧不愿意相信眼前的事实 他逐渐失控 为什么我艾罗要经历这样的事 为什么才刚当上风影就这样死了 明媛虽然和我艾罗的相处时间不多 可他却是最能理解我艾罗的人 因为他们同为人助力 经历过同样的痛苦 只有他知道我艾罗为了当上风影 付出了多少努力 吃了多少苦 一想到这些 明媛的心里久久难以平静 这时沉默的千代婆婆让他安静些 明媛却很是悲愤 他不由地冲着千代婆婆大吼 如果不是你们这些杀淫人者 将那怪物放进我艾罗的体内 又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为什么你们从来都不考虑我艾罗的感受 什么人助力 别总是装出一副倒貌黯然的样子 将自己自认为对的事情施加在别人身上 发泄完之后 明媛的泪水如同珍珠一般掉落在地面 他无比自责 佐助他没有带回 如今连我艾罗他也无能为力 千代沉默不已 然而明媛所说的每一句话 其实都在刺痛着他的心 因为当年将尾兽封印进我艾罗体内 正是他和四代封印一起做的决定 千代缓缓走到我艾罗身旁 大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而千代已经做出了生死抉择 他将双手放在了我艾罗身上 猛然发动了自己潜心研究多年的几生转生 只有小英知道千代婆婆将要做什么 他不忍心想叫住 然而千代婆婆只是缓缓回头 对他露出了一个慈祥的笑容 其实小英早就察觉到了 在他们打败些之后 千代不选择回村井 反而坚持要来见我艾罗之时 他就猜到了 千代要用自己的命换我艾罗的命 明媛想上前询问 但被小英拦了下来 他告诉明媛 千代婆婆要让我艾罗复回来 明媛睁大了眼睛 有些难以置信 不过除了明媛外 其他人都大概猜到了 这个数肯定有严重的副作用 大家的表情都很沉重 小英不忍心将真相告诉明媛 他只说这是千代婆婆独有的人数 明媛很高兴 我艾罗终于有救了 不过千代婆婆释法到一半的时候 他的查克拉却有些不够了 他刚经历大战 加上又是中毒之躯 此刻止不住大口喘的粗气 已经难以维持树的施展了 明媛赶紧伸出自己的双手 想让他用自己的查克拉 千代有些惊讶 不过想起了卡卡西 对他说过的关于明媛的事 知道明媛对我艾罗的感情 他让明媛将手叠在他的双手上 两人全力复活我艾罗 不过此时的千代已经进入走马灯状态 他回想起自己的一生 哀叹自己做的全是错事 原本只想狗居一语了却残生 没想到现在终于做了一件对的事 看着眼前拼命输出查克拉的明媛 千代婆婆的嘴角浮现出了一缕微笑 他是旧时代的残党 创造新时代的任务就交给下一代 新的时代一定会和他的那个年代完全不同 他告诉明媛 一定要成为史上独一无二的火焰 一阵白光之中 我艾罗仿佛听到有人在呼唤着他的名字 在他感觉自己还只是孤单一人的时候 突然有人伸手拍在了他的肩膀上 是明媛出现了 整个昏暗的世界仿佛瞬间被阳光照亮了一般 我艾罗终于复活了 他睁开眼看着周围的众人 显得有些茫然 他一直认为自己会孤独死去的 明媛告诉他 大家都来救他了 看见自家的封影复活 杀影所有人都欢呼雀跃 甚至有人止不住热泪盈眶 明媛先是被手鞠一把拉开 然后又被我艾罗的两个小迷妹给几分 明媛听着大家封影前封影后 不由得有些委屈 说起来他还只是一名吓人了 看九郎走过来对明媛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明媛微笑着告诉他 最应该感谢的人应该是千代婆婆 因为是千代婆婆用了十分厉害的医疗忍术 将我艾罗救火的 现在他应该是太累睡着了 然而看九郎脸色沉重 他告诉明媛 千代婆婆用的并不是什么医疗忍术 而是转生忍术 千代婆婆已经死去了 这就是这个书的代价 全场的氛围顿时沉重了起来 看九郎继续说道 这个书是曾经沙影村 以千代婆婆为主干主导开发出来的 最初的本意是为了赋予傀儡生命力 然而忍术的理论才研发出来 就发现风险太大 还没进行试验 就被列为禁术封存了起来 这事名人才明白 原来刚刚千代婆婆 对他说的那么多话都是临终一言 还老葬看着自己的姐姐 总感觉他又在和自己玩装死游戏 还老葬看向我爱罗 沉默不语 似乎在她的身上 看见了自己姐姐的影子 首居也有些感叹 她对名人说 她真的拥有改变他人的力量 因为千代婆婆以前 从来不关心村子的未来 更不可能会为了别人的生命 而牺牲自己 我爱罗努力想站起来 致敬千代婆婆 致敬这位将未来 托付给自己的老人 小明妹想要搀扶她 却被她甩开 因为她要让名人扶着 她让所有人都为千代婆婆莫爱 而此时的另一边 迪达拉居然还活着 她艰难地破开泥土 从地下钻了出来 一身的狼狈 迪达拉对自己也是够狠的 为了彻底躲过卡卡西一伙人 硬生生在地下憋了十几分钟 回想起自己最得意的分身自爆 居然就那样被吞掉 她不免有些心有余悸 可算是逃过了一劫 不过在回小组之前 她还要去办一件重要的事 找回之前被卡卡西拟断的手臂 但上面还有着老大佩恩给她的戒指 而且断臂现在赶紧让角度帮她补一下 应该还来得及 与此同时在找戒指的还有阿飞和绝 两人来到了之前千代婆婆和小鹰战斗的地方 准备打扫战场 作为收拾专业户的绝很快就找到了鞋 确认鞋是真的死了 没多久 阿飞就在一只残枝上找到了鞋的戒指 不由得一阵开心 这下她总算能转正了 因为空出了一个位置 之前她还只是实习生的时候 大家开会时 她只是偶尔插个话就会被泄一顿骂 虽然阿飞的身份被揭开后是戴土 不过我觉得此时的阿飞 应该就是当初附在戴土身上的白绝阿飞 整个人有些皮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她的名字倒过来就是戴土的名字 绝自言自语 让这个蠢蛋这么加进来真的好吗 没什么不好的 阿飞是个好孩子 确实是个好孩子 戒指都差点弄丢了 行 都说爱笑的人运气都不错 这才走到森林中阿飞又捡到了 迪达拉的手臂和戒指 这下可就空出两个位置了 小成员她当定了 不过正当她准备去摘迪达拉的戒指时 迪达拉骂骂咧咧出现了 询问他人助力怎么样 迪达拉没好气地说自己的指标 可是完成了的呀 不过比起绝指关心人助力 阿飞对她却很是关心 阿亚迪达拉先生您也就是勉强拔成啊 您没事吧 看上去好像有事哦 阿飞 佛爷只能忍三次 你再说句试试 你的死因就由我来决定 杀影村这边 众人早就齐齐等待封印我艾罗地回归了 他们眼巴巴地望着远方 终于在朝阳之下 看见了他们归来的身影 还没等众人走近 这边就已经沸腾了起来 几乎全村的人都来了 这样的迎接仪式真的是太壮观了 我艾罗这一次已经彻底被所有人认可了 从作为封印拼上性命 也要保护村子的那一刻 他就是大家心中永远的封印 他们已经等不及冲向我艾罗了 很快就将我艾罗为主 作为杀影村最具排面的精英上人马 基代表全村所有人 郑重地对名人表示了感谢 这把名人弄得倒是有些不好意思 所有人都自觉地为我艾罗让出了一条道 恭迎他的回村 不过我艾罗并没有忘记千代婆婆 他要让千代婆婆的遗体走在最前面 全村上下再次为千代婆婆默哀三分钟 这是沙影村最高的进入 姨姜 戴上来 到这里 营救封印我艾罗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 木叶一行人准备就要回村了 他们来到了千代的墓前 和千代道别 我艾罗亲自将众人送到村口 他伸出手 要以封印的身份对名人表示感谢 大家都看着名人 不过名人这时却感觉有点怪不好意思的 从我艾罗的眼神中他看出了真诚 名人有些愣神 这时一缕青纱将他的手抬起 两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而这一握 不仅代表着两人身后的友谊 更是象征着木叶和沙影铁一般的同盟关系 分别之后 几人正式上路 为了尽快将此次和小组织战斗的细节报告给火影钢手 众人都没有留在沙影村休整几天的打算 不过几人中最虚的还是卡卡戏 开了三次神威 命都没了半条 凯在后面扶着他 两人走在队伍的后面 天天在前面扯开嗓子催 凯非常的不爽 这蜗牛一般的速度凯终于忍受不了 他干脆把卡卡戏背了起来 但大家都觉得大叔背大叔 这画面是不是有点赖眼睛 宁次和天天都投去嫌弃的眼神 只有小李最兴奋 因为凯老师表示这也是休闲 凯一口气冲出去巴掌里 小李表示不服气 一阵冲刺 凯带着卡卡戏第一个赶到木叶 获得了第一名 没一会儿背着大量行李赶来的小李也到了 他很可惜地以为自己是第二名 然而凯却遗憾地告诉他 第二名的殊荣可是他背上的卡卡戏的 不过一番折腾 卡卡戏这下是真快不行了 估计魂还没追上来 得赶紧送医院 上次被又瞪了一眼躺了一个月 这次不知道又要躺多久呢 我刚才给你帮我 一周就在床上了 应该是这样的 我刚才给你帮你帮我